第十二次会议,请秘书长先读第十一次的会议记录。 第十次会议,执行事项,请他提供执行一大户,执行一员,杨正成一员,林叶贤一员,陈汉中一员,陈正兰一员,林成功一员,蔡文一员,邱家金一员,黄世超一员,刘湘德一员,吳鸿某一员,陈俊里一员,张秋明一员,杨顺木一员等,大户人员,高局长寿孙,许分局长俊申,李分局长献昌,吴分局长佳续,邱分局长显良,四杜导长台湾,曹分局长祖龙,长大队长 赎金刘队长全员,赖科长汉翔,请他四项,警察局业务执行一员,要求办理提供之四项另入,详如附件,并新闻县政府办理,三月中午十二十二十分,以上 好,各位同仁,一四六,有没有一件,没一件,我们随理备查 那各位同仁,明天我们的专题报告的顺序啊 有经过协调以后啊,有类似做一个调整 就是在我们排定第六项的部分啊,跟第七项的顺序啊,作为这个对调 这个有遵循那个提案人跟相关的人员都有已经争取他们的同意 这个大家没有意见嘛 好,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的调整 那现在请我们警察局,局长以及相关人员,类似报告台 没过来,就上了 陈校长 好,各位同仁,各位同仁 好,那我們現在請陳孝仁議員質詢 主席,我們警察局的局長及各位同仁,還有我們議員同仁,大家午安 今天警察局的問題,我想請教局長還有幾個科室的主管 最近,不管是局裡面,或是我們議員同仁,大家都是用人性化的口氣來執行,還有人性化的事情來處理事情 然後,第一個,剛才局長也,剛才事情也報告過了 那個南澳鄉,南澳鄉派出所整併的計劃,就是壁後五塔 最近,局長也知道,那個五塔守被整併以後,京陽的村民要去報案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然後嚴謹的巡邏也不方便,他們嚴謹的巡邏,範圍很廣 不管是村民,不管是你們的同仁,都曾經反映給我說 好,我把這個問題要跟局長講 所以,這個,無塔守,是不是要準備把它恢復,局長 是,謝謝議員的關心 您好,我想在,我們在從去年10月1號,把這個壁後所,烏塔守 那就納入到這個南澳分助所,來做一個組合請例,一個統合的運用 但是,無塔守當時只有,只有在白天的時候保留一個值班 我們當時是跟地方的民眾,允諾說,我們先試行半年看看 做評估以後,我們再做一個,再做一個決定 經過這段時間的試辦之後,再加上一些民眾的反應 我們也中整了各方的意見,現在確定,在近期內,就會恢復無塔守的運作 好,請坐 其實我比較關心你們的嚴謹 其實你整病以後,把無塔守跟壁後守跟南澳守加起來 原來的嚴謹,就是19個 整病以後,也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 其實他們三個守,加起來應該是22個還是23個 對不對,分級黨 跟一做報告,這個南澳分數所跟壁後無塔整病起來是19位 整病前是19位,整病後也是19位 他不是,他嚴謹不是應該會有增加嗎?沒有 沒有沒有,還是一樣,就原本的壁後無塔 不是,因為他的編制應該,應該不只19個 跟你做報告,就是這三個派出所的雲景數是滿邊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請坐 因為他19個民國雖然是輪修比較方便 但是他匣區範圍很廣 像這個無塔守,我請局長能夠盡快地把它恢復 因為南澳鄉的匣區在宜蘭縣是最大的 最大的,你們人員集要去巡邏,還要爬山涉水 希望你能夠把這個無塔守把它盡快地恢復 大概什麼時候,局長 局長請當 我們目前規劃是5月17號 5月17號 是 好,請坐 第二個問題 這個好像從陳家昌當局長的時候 我們原住民議員特別強調 目前的原住民的警察,大概日漸凋零 慢慢沒有 當然,在大同南澳湖的三地原住民警察也漸漸沒有 尤其是大同南澳,它那個匣區特別廣闊 很多,譬如說,像你們去山老鼠,或者山難,都需要有體力的警察去做準備 當然,體力好的,大概都是原住民原警 所以,從陳家昌時代的時候,我們就提議 在你們警政署開會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提議 說,招考原住民的警察專班 讓原住民的警察能夠 考上要回到自己的原住民的故鄉去服務 我相信,我沒有歧視說其他的原警 我說,他們的體力可能對爬山、涉水比較好一點 這個方式,局長你認為好不好 是,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想,我們原住民的原警 其實除了體能狀況上比一般的漢民族的體能要好很多 這個是大家都了解的 我想,這個還是只是其中原因之一 另外,最重要的原住民,因為畢竟他們是在原鄉服務 所以,對於原鄉民眾的溝通會更容易一些 這部分,我想我們警政署也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在有關於原住民級的原警的招考的部分 目前是沒有專門針對原住民的一個招考 但是呢,如果是有原住民身份的報考這個警察專科學校 或者是警察大學的話,它有一個加分的規定 它有一個加分的規定 在這一部分的話,對原住民有一些這樣的一個優惠的一個措施 請坐,局長請坐 我知道有加分,但是他們好像 像考上以後大部分都留在這個都會區比較多 都會區比較多 我的意思是說,原住民警察專班 他結業以後或說畢業以後回到原住民去服務 我相信原住民的警察對自己的故鄉會比較特別投入去做這個工作 因為你講說那個加分 那些警察大概都不會回到原住民來 原住民鄉去服務 我剛才講的意思是說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到偏遠的地方去像塑溪或是爬山 萬一發生問題,大概都需要原住民的警察去協助 我剛才前面講過,現在原住民的警察都老的老了,退休的退休 我現在大概沒有幾個,現在原住民的警察在宜蘭縣比例占多少 是,跟議員報告,目前我們整個宜蘭縣原住民的人數有142個 142 那在我們所有原警數的比例是12.6% 你認為多還是少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相當 但是可能就是議員,你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可能有這個借鄰的,退休的等等這種狀況 所以呢,我們也要這個未雨綜繆 希望能夠再增加一些原住民的刑警的緣景 你剛才說多少,一百幾個 142個人 那我們扣掉三星分級,還有蘇澳分級 我想請教議員分級 原住民的警察有幾個 對不起,我請教議員分級 分級長,請答 哪一個分級 宜蘭分級 宜蘭分級 但是在我們大部分的分局內寢的部分 那派出所的部分就比較少 因為宜蘭分級的轄內大概就屬於平地的部分 這個部分原住民的比例就比較少一點 到底幾位 都沒有關心 有沒有關心 沒有 羅東分級 分級長 報議說這個部分我們沒有特別統計 不過我印象中應該在內情外情我們都是有分布 我知道,到底有幾位 扣掉剛才居長講的一百多 也都沒有關心 還有一個教區分級 好,先 我們那個 有十位,合計一共十三位 一共幾位 十三 十三 表示 教區分級有關心我們原住民警察 請坐 知道要表揚一下 那個 要調的時候優先 請宜蘭分級羅東分級會後 能夠把確定的數目 在 就是 在現場 執行前 提交給本席 列入會議紀錄 好,列入會議紀錄 第五個 主,不管是原住民 不管是 漢人 我希望 局長還有各分級的局長 還有各單位的首長 對 基層嚴禁 特別的照顧 真的 刚才林叶玄议员也讲到 目前的基层严谨缺少 所以我们坐在上面的 要体谅 同理心 要去照顾这些基层的严谨 不管是严重民 不管是汉民做的 他们真的很辛苦 我经常跑宜兰南澳 我都会路过 我会经过 我会去看 我都会看 那个基层严谨真的很辛苦 希望各局长 还有各分局局长 还有各单位的主管 能够特别照顾基层严谨 再来我想请教 这个交通队 我们与队长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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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杂志进行 登苏阿公路这条路 竟然发生车祸 你有什么因因之道 请 刘队长告诉我一下 好 简单物 谢谢一座指教 有关苏阿公路的车祸 最严重的应该是三月二号那一件 在苏阿129.8K 我们发生那个油缆车和自用大货车的对撞 造成那个两死二十八伤 好 我知道那个发生事情 我说你已经发生了 你准备怎么样 因因之道 苏阿公路这一条路 车祸特别多 我经常都会被游览车 请坐 我游览车还有货车被逼到旁边 一般来讲 这个宜览的货车 沙石车 它比较有礼貌 外地的游览车 还有外地的货车 它们比较没有礼貌 它们那个沙石车 爬坡的时候 它会看到后面有车子 它会自动让 让车子 大概都是宜览的沙石车 宜览的沙石车 它会让 一般这个外地的 它不管拼命开 拼命开 它就是 它开的也慢 它也不会让路 所以会发生车祸 大概就是外地的比较多 像这种 你对当交通队长 你想怎么应应比较好 像一桌报告 我们在三月二号之后 其实我们就有研讨 整个强化苏阿公路的 执法的作为 那包括我们跟监理站 监警机查的部分 我们也在六个定点 加强机查 那这部分也是针对 大科车和游览车的机查 另外我们也本队和苏澳分局也有加强制法的班次 另外针对交通工程的部分 那我们特别在道安汇报里面 特别请我们道安的顾问 那许天本台大的许教授许顾问 我们整条也有去会看过 针对整个爬坡 爬坡的路段 可以增设超车的路段 我们都有拓宽 那另外在标志标签的部分 我们都有予以加强 好 请坐 请坐 还有一个一点 那个 南方案上面不是有管制站吗 管制站 那个货车去检查的时候 要出来的时候 他一定 我发觉到那些刹死车 他都会强行的要硬闯到 就是要出去了 他一定要强行要开 我请队长 叫那边的严警 叫刹死车 不要硬闯 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你 你开车都是主干到先走 他是从那边上去 你就一定要硬闯 那不好 因为好几次都是这样 希望队长能够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 好不好 再请教一下 那个 毒品 我最重 最重是南奥乡这个毒品泛滥 尤其是南奥乡 有一个南奥高中 还有很多外劳 外籍劳工 还有其他的劳工 在做苏华凯的工程 我相信这个毒品的犯弹特别严重 这个毒品应该是谁负责的 除了说分级以外 应该是谁负责主管的局长 在我们警察局是由刑警大队来做的夜管 是 那我要请刑警大队 请坐 特别的加强机场 我知道你们最近铺了好几件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根治 特别是这个药头 就是上游 上游太厉害了 那个下游 底下的小洛洛 只要上游一来 它就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要特别 尤其是 那个南澳高中的学生 他很少到外面都辨识不明 他认为这像糖果一样好吃 一吃就完蛋了 我向我们大队长配合所有分级的能够加强的机场 最后一个问题 交通耗制 那个 队长 那个交通耗制好像以55县跟台9县 我上次去会刊 到现在都还没有装耗制灯 那个地方要转到今夜 今夜村 那个部分 那个很危险 希望能够尽早 会刊已经 会刊好像两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装 不晓得 队长有没有做记录 有 希望能够尽快地处理 刚才我讲 你们 我们一眼设人性化 你们也人性化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到这边结束 谢谢 请坐 好 感谢我们 陈秀仁一言 谢谢我们请陈杰林一言 谢谢 局长 各位同仁 本会各位同仁 大家好 好 很有精神 这个 警力不足 影响治安的工作非常严重 那么 抢救警力部组 警政署有 这个六大方案 那么 其中的第一项呢 就是要扩大招训 那么 局长去年我在这里 做单位咨询的时候 我有拜托过你啊 就是说 把我们的意见 能够带到署里面 那么 但是我刚这个听到 你答复这个 陈议员的这个咨询 你是说 针对原住民的部分 那么 只有加分 但是 局长 你可能不了解 我们原住民 因为跟汉族有文化的差异性 我们不可能跟汉族 有同样的竞争力 如果今天考试的内容 是 是要去打猎 要上山 那我们一定是包办全市民嘛 那我们要去考这个汉民族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比试啊 对我们原住民来讲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在去年啊 我有调查过 我们大同乡 考上这个警察跟警大 只不过三个人啊 那这三个人是不足以来应应 应应这一个 所谓的人力不足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把他形容说 多退少补 那么退的人太多 补的人太少 所以这个部分啊 局长 我延续刚刚成议员的这个意见啊 你应该是跟署里边做一个建议 就是特别宽列原住民的缺额 好比说 我们一备录取 今年度啊 我们也从105年开始要 扩大招训4214个人 到109年呢 总共要这个 招训21050个人 那么就是弥补 这未来五年3万个缺的这个警力不足啊 所以局长 局长 局长 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就是说 我们针对原住民的部分 能够有特别的名额在那里 那如果说我们 今年招训4214个人 我们难道没有办法提供200个缺额给原住民吗 那你了不了解 这个去年 去年啊 原住民考上这个警察或警大学校的人数 到底有多少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这部分我们没有去了解 好那我们目前啊 请坐 目前宜兰县啊 原住民这个原警人数是142人 那其实我们都是在中低阶的这一个原警啊 他们其实这个职务都不是那么高阶了 那142个人里面呢 将近有这个 一部分的人在今年就要退休嘛 今年明年都要退休 所以人数会越来越递减 但是呢 补的人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 一直觉得这个原住民担任原警的工作 当然我们不是说要鼓励原住民全部都去当警察 但是最起码 这个是足以让我们升任的一项工作 所以早期啊 我们考这个警察这个学校的时候呢 是我们原住民啊 能够创造就业的一个机会 现在比大学年考还难考 局长 能不能帮我们开开这条路出来 可以吗 你去开了你要讲啊 好吗 是 这个我们当然会尽量的向这个上级争取 那因为这个警察的这个相关的考试 是由考试院那边他们在做一个 但是也要从我们基层声音要发出来啊 是是是 因为每一年当 你看考试院在调查这个精神单位的缺业的时候 也是从乡镇公所开始啊 那我们要报缺嘛 那警察单位应该也是如此嘛 但是我们那个 尤其是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派出所 将来 我们原住民其实人力没办法补充的时候 就称如你刚刚所说的 怎么跟当地人沟通啊 怎么来这个 这个维护治安的工作嘛 对不对 当地人来处理这事情是比较方便 当然 有些也是要避急啊 不过这个部分我是觉得 一定要保障一些米尔 让我们原住民投入这个 这个警政的这个行列 好不好 那另外 请坐 他第二个这个方案 他是说这个 对外协办的业务要简化 那么内部的业务呢 也要简化 所以他说 这个要回归治安跟这个交通本业 那么你们里面的一些这个都导状案要减少 你觉得这样可惜吗 局长 那以后 对对治安的工作 有没有互相抵触 有没有像冲突 是跟议员报告 其实这项工作我们 这个一直持续在做 也确实是可行 也应该朝这个方向来做 那从去年到现在 因为我们警政署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那到目前为止也简化了很多的这个业务 包括一些都导 我们业务上面的一些都导 我们做了一些简化整并 就减少这个对于勤务单位的一些不必要无谓的一些都导 对啊 这样是正确的方向 就像 请坐 就像这个 我们交易处啊 宜蘭新政府就先宣布这个 我们不配合交易部的联合那个市导的工作一样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要这样来处理 行政院在最近 他提了个报告 他说这八年 就指这个八年的这个执政的经验 他说这个犯罪率降 那么破案身 治安最稳定 局长你觉得有这样吗 这八年来也是这个样子吗 这八年治安是最稳定吗 你觉得呢 是 其实 所以我们就如果以八年整个这个期生来看 因为我没有统 这边手上数据我没有统计到那么长的时间 我就以这个去年跟今年的状况来跟一座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以今年的一月到三月跟去年的一月到三月的一些相关数据来做报告 全班就是所有的各类的信任 局长 你请坐好不好 我这个数据来跟你做一个交流 这个全班犯罪破案率 全国是去年 104年是92.06 那我们宜然限是92.34 那就代表我们有达到那个目标 那 那这个诈漆的案件 103年 诈漆金额高达33.8亿 那我们宜然这边 那么这个暴力的犯罪呀 呃 去年是1000 全国是1946件 那么破获率是103.55% 那这个算很高 这个我们宜然限也也也也也几乎是有达到标准 那么我想了解就是酒驾的部分 酒驾这个去年的这个死亡率是142人 我们我们宜然是多少 酒驾的死亡人数 对 酒驾的死亡人数是27人是吧 呃 所以我请我们交通队长来报告一下 你那个数据告诉我一下好不好 我们去年发生酒驾是造成9人 9人 那原住民的比例多少 酒驾 没有原住民 那就代表你们这个宣讨的效果很好是吧 还是根本抓不到 没有啦 没有发生那种事情 是吧 好 请坐 那个 局长 你们在报告里面 有提到啊 这个你们查获的这个 非法枪支啊总共是27支 有没有包括原住民的传统猎枪啊 呃有部分他如果是非法持有 呃我们也曾经查获过就是平地人啊 这个使用这个原住民的猎枪有这样的案子 平地人使用原住民的传统猎枪 对 就是可能借用 借用或者是这个 这样的状况 但是猎枪本身是除罪啦 那你是查过使用人吧 使用人 使用人 那枪支本身呢 枪支本身有违反枪巴弹药吗 呃因为他这个 跟原住民的这个 枪支的这个管理的办法是相违背的 因为你一定要有原住民的身份 我想一说你非常的清楚啊 那你平地人 他没有 第一个他没有原住民的身份 然后呢 到可能借用这个朋友的这个枪支到山区去打猎 这当然是违反 我们枪炮这个管制条例的相关 那这个要加强宣导好不好 是 因为这个持有人一定要原住民啊 是 好 这个部分再请你们这个多多宣导一下 那另外啊 我们 局长你请坐 台东县警察局已经采取这个警力集中制啊 我们依然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要集中吗 因为这个警力不足的因素 呃 那一座报告 有关于警力集中制 呃 今天上午大概也做了一些说明 因为我们 我们台湾的警察的制度 基本上是采取散在制 也就是说我们有各个派出所 分住在一些这个各个角落 那欧美国家他们是采用的是集中制啊 集中在一个地方 然后分散出去做巡逻 那我们目前虽然有 有些地方 有些县市呢 主张就是集中制 把警力集中起来 但是 呃 就我所了解 他们所 采取的做法 应该是这种折中的方式 啊 并不是全部集中 那以我们这个 这个 刚刚我们陈孝人议员也有在关心 就是南澳 这边几个派出所的一个状况啊 那这个我们把一些警力做个集中在南澳 这个分住所 还没做个集中的运用 那大同啊 呃 大同那边目前是 没有 目前没有 那另外我请教一下 呃 呃 我的观察啊 我想这个 这个南澳跟大同的地理 环境条件都不太一样 那你如果说 这个大同南澳虽然是 两个都是 这个原住民乡镇啊 但是并不一定是采取集中的方式啊 不一定 因为我们大同相是比较分散 分散一点 那么南澳虽稍微集中一点 那这个部分啊 群局长多多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都会列入考量 好 请坐 请坐 另外啊 局长请坐 我们现在的早期的各个派出所 我们有很多都已经拨用出去了嘛 像这个四方里派出所 还有这个四岩亚口 还有茉湾最近已经拨给 这个伊甸园作为关怀战了 那目前剩下这个松楼派出所 那这个派出所 请问局长还有没有其他用途啊 松楼派出所据我 就我记忆所及也有移拨给 好像是原民还是这个 原民所 移拨给原民所他们管理的 是什么时候移拨的 去年七月份 做什么使用 我们就移拨给原民所 那他们有他们去规划使用 没有啊 他申请的时候就要告诉你们说 他做什么用途不是吗 申请移拨的时候啊 他们就由他们做他们的规划 我们就不再干预他们做日后的 怎么样的使用 好 那另外 局长请坐 另外 你们在报告里边 有这个陈述 这个监制治安的这个监入系统 那么到三月底为止总共有633处 那么总共有3000多个镜头啊 那今年度你们编了1000万嘛 那准备这个新增50处的路口 那有没有包括大同乡 这个部分 有 有包括大同乡 几支啊 确实的数据 我可能要看一下那个细目 那那个是几处 大同乡几处 这边是不是我请保安科这边我了解一下 那在会后再把那个资料 把资料再提供给一座 好 那另外 你们有一个创新的做法 就是说这个 配合这个云端的时代 你们提供这个Wi-Fi网路的这个服务 你是指在原住民乡镇才有的是吧 都有 我们派出所都有 所有的派出所都有 对 也就是说到派出所里边就可以使用Wi-Fi 是 那局长 最后 我是这个要拜托你 我一直强调说我们这个原住民 其实是很希望能够投入到警戒来的 坦白讲我如果没有这份工作 我可能也是警戒的一份子 那么希望你就是说能够帮我们宣传一下 原住民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机会 那如果说你在这短时间一两年之内 如果你没有让原住民的薪血注入进去的话 将来在部落里边是看不到原住民的远景 我不说那样不好 就说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还有在地的一些风俗习惯 这个部分真的要再加强一下 局长 这个再拜托你 是 好 以上 好 感谢陈杰林议员 接下来我们邀请黄定和议员 好 谢谢主席 警察局所有的长官 还有我们同仁 大家欢迎大家好 早上也都讲了很多 有关于警察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我想大家当警察一定所有的警察 警察职权行事法一定都会整得清楚 好 我要请教局长 警察职权行事法 他依法行事之前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维持公共秩序保护社会安全 好 还有呢 防止一切危害促进人民福利 就是保障人民的权利 是 还有维护公共秩序 是 那就是保护社会安全 是 那在维护人民权利的时候 早上也说过了 就是说 我有遇到啦 高速公路从杂道上去 刚要杂道上去 刚要到高速公路 警察就在那边 测速照相 那这样子有没有 保障到人民权利 我想警察在执行交通违规的取缔 包括测速照相 目的呢 就是希望民众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这个我们都没有意见啦 一上去的时候 看到 好像一个东西这样造的话 会吓一跳 你知道吗 吓一跳的时候 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 然后 高速公路旁边又有车子上来 然后扎道又过去 刚好在扎道的前面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不过我会再跟我们 国道高速公路警察局 那边跟他们反应 那还有警察 常常躲在树底下 那那边有树 树后面刚刚好 那从这边过来 他后面这样过去 刚好都照到像 这样有没有 保护人民的一个权利 有关于这个所谓隐藏式的执法 就是议员讲的这种状况 我们是警政署以下 我们一再的规定要求 执行者同仁 就这个大大方方的 简单的说啦 就是你讲的啦 大大方方的啦 不要给人家感觉到 偷鸡摸骨抢钱 这样子对人民的印象 人民对于警察 机关执法的印象 会很不好 又不是什么 什么什么抢劫 对不对 他只是违规嘛 也没有违法嘛 违规嘛 对不对 那违规用这样的态度的话 会比较不好 然后第二个那个公共秩序 怎么样的保障 的维持 公共秩序当然就 看要在什么样的一个 场所场合啦 如果说是在一个大型的 公共秩序监视系统 需不需要 有需要 有必要 那有需要现在建制的怎么样 以目前来讲 我们统计到这个三月底为止 已经建制了 有633个路口 有建制的很好 那没有建制 有的悬空在那边 好像坏掉又好像没有线 那怎么处理 很多民众看到这个地方 会误误认为 是依然县政府警察局 他们做不好 这方面要怎么解决 是我想 议员会这么讲 一定非常清楚的 整个来龙去末 那这部分 我们当然会 如果看到这种状况 因为第一个 它不会是我们的 这种监视器 什么时间要全部解决这个问题 这部分 因为毕竟那个东西也是个财产 即使是这里办公室 或者是某一个社区 自己所架设的这个监视器 也要由他们来 有三种方向 第一种方向是 这是县政府自行警察局去做的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是由县政府补助 补助乡镇市 乡镇市再去补助里长 第二个状况 第三个状况 县政府补助乡镇市 乡镇市再补助社区里市长 三个状况 那第一个状况 OK 没有问题 第二个状况 第三个状况 现在都很多都坏掉了 但是这些责任 全部要归咎于警察局 人家会误以为这样子 是 所以本席要求 在半年之内 全部的 清查这些坏掉的监视系统 务必把它拆掉 是 务必把它拆掉 是 这边我想 也要特别跟预作报告 就是 这些东西 就是陈如刚刚预作所说的 第二跟第三种状况 那这个我们如果把它拆掉 也要征求他们的同意 因为毕竟呢 这个也是他们的财产 不管是理办公室 或者是社区 从先政府补助乡镇市 都已经超过四年了啦 四年的话财产有列入都可以 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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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可以做报废啦 这个没有问题啦 所以说 只要想去做 都有方法啦 我们会从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第三个保护 社会安全 怎么样的保护 诈骗这么多 毒品犯难 校园安全 青少年流荡 当然 宜蘭县警察局在全国 青春专案是第五名 你觉得第五名 我们觉得很好啦 但是 以你当局长的时候 够不够 这当然是不够 因为第五名前面还有四名 有没有努力的空间 是有 永远有努力的空间 是 因为 虽然我们说 虽然我们说 第五名 因为这是大概 比我们过去历年来 算是 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但是我们绝对 不以此为止 而且 这个青春专案 是除了警察局之外 包括 县政府其他局处 像这个 教育处 衛生局 等等 社会处等等 本席在这边就是提醒 第五名 我们一定鼓励你 也非常恭喜你们 也肯定你们 那就是说 好要再更好 还有空间进步 那我请教 那我请教 伊朗分局长 那个曹竹荣分局长 警察行使之前 他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状况 才可以去行使之前 如果遇到警察资源行使法 那部分大概在栏检入检 上面遇到可疑 他有规列几个 在警察资源行使法里面 他有规列几个可疑要向 本身 警察本身 呃 穿着制服 如果没有穿着制服的话 可能必须去带那个服务证 或是 对 那要不要告知对方 要不要告知对方 好 那 人民可不可以拒绝 如果没有出事的话 人民可以得以拒绝他的主张 可不可以拒绝 可以拒绝 可以拒绝 对 因为拒绝的部分是属于 填据那个生命意义书 就是你针对我们所实施的 林检或入检的部分 你认为有不合理的地方 你可以当场填据生命意义书 驾汽车或是骑摩托车 已经到他的家 然后警察没有穿制服 虽然他有告知 还是把他硬压下来 久策 这样可以不可以 没有穿制服的状况下 对 反正应该是要如果实施这种 击查性的取缔性的情务 我们原来都是用制服为主 对于这种便衣执行的状况 应该不多 如果是以穿着便衣执行的方式 应该是要主动 来告知自己的身份 所以本席在这边就是建议 警察保护人民天经地义 我们也非常感谢 那但是也要依照我们的一个法令 来去做 不要说穿着便衣执 那告知了 给你看我就是检查 你都来就撤 那如果是他在七楼外还好 有的到七楼里面 人家叫他出来 这个是不好的 好 请坐 那罗东分剧长 我们邱贤良分剧长 警察在身份查证的时候 或是搜集资料的时候 他的行径指定 有哪几个地方 对于人民的身份查证 我们请他出示他的证件 如果一般在路检的时候 我们会请他要 好 路检 然后呢 林检 路检跟林检一样嘛 就是路段 林检是对场所 场所里面的人 还有公共场所 还有呢 那还有就是搜索的一个 特殊的有 具体 具体的情资 我们申请搜索票 对里面的人 管制站 早上谈的像那个 南澳啦 还有 还有那个 那个 头城的管制站 是 这三种 那你指定需要 什么必要的条件 你有没有 你要去管制站 或是在路的中央 有什么必要条件 管制站一般 我们是对这个 有三个必要条件 这是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就是 警察执勤行事法 当警察一定要非常清楚 防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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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还有呢 维护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安全 对还有呢 出入这个 兼指定的这个公共管制站 处理重大公共安全 然后这个 我们这个已经 三个 三个而已 三个而已 是 然后你 指定是由谁来指定的 指定是由 分局长或者是 警察局局长 主管机关 警察局的主管机关 是 分局长以上的层级就可以 指定 那警察进入公共场所 或是指定的时候 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有没有 没有 一般我们会 营业也可以进去 不营业也可以进去 那要在事前经过报准 然后在营业时间为之 那没有营业 可不可以进去 一般我们是不 不鼓励在这个 营业时间外 不是一般啦 也不是不鼓励啦 没有营业 绝对不能进去啦 没有营业 他有可能是 涉及这个私人住宅 所以营业时间外 是不得为之 所以说没有营业 不能进去啦 进去的话 就要有搜索票 你没有搜索票 就不能进去啦 他没有营业 所以说 这几点 还请你们还特别注意一下 齁 好 请坐 那個佳续分局长 吴佳续分局长 那他刚才讲的警察机关 主管机关指的是谁 这个要核定啊 分局 分局 分局或警察局 分局哪一个 分局长 分局长 还有呢 大队长 那个 队长 大队长 队长 都可以 副分局长 如果不可以 经过 或指定的 我指定的 就可以 你指定的不行啦 不是啦 这个宪法有明文规定 不能你指定的啦 不能你指定的啦 分局长可以啦 还有 跟分局长 跟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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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指定副分局长啦 副分局长没有权利啦 他跟你们基务不一樣啦 是 对啦 代理人 儿子是代理的 对啦 他是职务代理人啦 是 但是要到外面 执行这个 一定要分局长以上的 齁 然後 跟分局长的职位 相当平等的 的长官都可以啦 今天跟你们讨论这个 就是让 警察 对人民的保障 然后 然后百姓 受到你们保障 也心甘情愿 也非常享受 安全的一感觉啦 如果没有照这样的话 有没有违法 如果没有照这样子 民众 百姓 可以告你们 是 好 请坐 书画分局长 李宪昌 那刚才夹的 那个 升温证的查证 显然 无法查证 他的升温证的时候 那 可以将人民把他 带到 你们的情务所去查证 是 要跟亲子 可不可以抗拒 我们在现场的话 抗拒的话 我们可以 使用适当的强制力 如果没有抗拒呢 抗拒的话 没有抗拒的话 我们就 陪同我们 执行人员到 勤务处所 那 勤务人员跟 勤务中心回报 三个小时 到 勤务驻地 三个小时 你们可以留置多少 多久 三个小时来做一个 身份的查证 留置三个小时 是不是 是 那还要不要 通知其他的人 对 有关提审法的部分 就是说 亲友或者是 他指定的一个 律师 或者是法定代理人 未成年的一个 法定代理人 好 圆兵所 宜蘭市的圆兵所 发现过一件事情 一个八十岁 他的口音 是外省级的口音 我听得都听不大清楚 他也没有抗拒 就电脚下去 叫 叫 女生 女生的警察 电脚下去 叫其他的男生警察 这样押制 看那个 乘搭车车 乘搭车 乘搭车 他哪会有抗拒 这个例子非常的不好 因为警察 都是年轻的啦 但是年轻的 你们就要去好好的去 去做一个训练 才不会 才不会有 执行偏差的一个问题 好 请坐 那个三星分局长 徐医院分局长 一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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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管束方面 有什么进行 你可以管束 像意图自杀 酒醉 那有生命 那个 本身有一些自身的安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施予管束 好 好 那什么时候要 可以终止管束 就危害结束的时候 就可以给他结束管束 管束时间多久 24个小时 多久 24个小时 原则上 最高 最高 最高24小时 好 那还有呢 要再通知他一些亲友 让他知道他的权益要保障出 假如没有亲友 没有其他关系人 那怎么办 请四方的机关 当然做第三者的认证 然后呢 机关 哪一个机关要去认证 如果说是 你们要派人员保护他 对 如果说是医疗院所的话 好 我们可以请医疗院所的部分 在旁边帮忙做一个认证 那如果是在 一般的社区里面 可能去 可以请林理长来做一个认证 你们要派人员去保护他 认证 认证 没有人去帮你们认证 适当的机关机构 一想起就是叫理长 拜托理长 找他附近的 不然理长保护他 他保护一下 如果这个 都没有 都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 你们只好派人去保护他 是 要做 要清楚一点 那另外 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警察 用枪的一个问题 警察用枪 每一个人都是 有受到危害的时候 要请坐 谢谢 受到危害的时候 会用枪 那用枪 本席认为是非常好 而且对都有很多保障 但是 有时候很不幸 有发生死亡现象 那所有的赔偿 那所有的赔偿 还有所有的 訴訟会 都要有 都要有几年来出钱 非常不公平 对于这一方面的看法 局长 你有什么看法 是非常谢谢议员 对我们同仁在这方面的关心 其实对于最近在警察 用枪的时机方面 好像最近在媒体各方面都讨论很多 因为最近有一些案例 确实也让我们圆警 大家有蛮深刻的一些感受 那圆警因为执行公务 然后不得已而使用枪支 甚至造成民众 不管是当事的嫌犯 或者是其他的第三人的这种伤亡的话 这是我们都非常不乐意见的 那圆警因此 而这个需要 这个诉讼的时候 我想确实 目前在公务预算上面 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 那 有没有编公务预算 这部分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编 因为我们预算里面 没有这个科目 那这一部分呢 特别跟 预算有没有科目 不是法令定的 是我们自己 要这个科目就可以了 是 那表示现场不重视援警 那是 倒不是这么说 现在因为这个 设送的情形 其实我们都很难预料 没有人愿意 乐意见到这种事情发生 那这种事情也很难预料 我们可以备而不用啊 是 那这种状况的话 如果说 远警因此而碰上来的话 过去呢 当然在宜蘭 目前是没有这样的状况 过去我们所服务的单位 这种情形可能就是 我们同仁之间 或者是警察自有会 或者是民间的友人 跟我们一些协助 那目前呢 我们警政署 有成立一个警察设送的一个基金 所以据我知道好像是 这个基金可以用吗 可以 如果说经过审核之后 完全符合这个 它这个要件 比如说是因公 这个这样的状况的话 可以跟警政署来申请使用 全国都可以用 全国警察都可以用 是 那你的意思是说 宜蘭县政府如果没有编列这个项目 还是能够有诉讼会 当然如果说我们自己有 能够有这一笔钱 当然最好 我们就不用求 有没有希望跟县长提 这件事情 是啊 我会市场实际会 跟县长做一个报告 好谢谢 好 这个项目一定要列入 列入项目 那另外 在假如发生事情 庞大的诉讼会之外 赔偿会怎么处理 呃 这个也是跟刚刚的状况 是一样 没有 我们目前公共预算是没有 我举个例来讲 在两年前 我们这个 五节 这个 本期的意思是说 你们 你们 是一个 一个团 然後呢 看看一下小桌子 会用的 来保安12圈 所有的警察 他们对这方面的 好 記长请坐 感謝韓定河议员的咨询 继续我们邀请张明华一言 还有黄建永远 你们两个当地啊 对 主席 还有局长 各位科长 分局长 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无人大家好 那个局长 我想 首先要感谢局长 带领了我们这个同学 为了我们的治安 跟我们这个社会的 治安还有人民的财产 做相当的保护与维护 然后当然有一些问题 想请教一下局长和局长讨论一下 那个最近有一个案子 就是被监护人 被监护人 因故死亡 或是车夫死亡这个案件 意外死亡这个案件 为什么监护人 监护人都两个 他们老婆老母 为什么都要做 他们老婆的壁禄 这会牵涉到 两个监护人之间 老盖出庭的话 就是 他爸爸出庭 他妈妈就没有出庭 这是这样有公平 局长 你听我的意思吗 车后发生了 今天四季了 监护人 跟他老婆做毁禄 他老母也不用做毁禄 那往后在法庭上面都要 为了 为了他的赔赏金 或者是他 监护人的 全力的当初 全力的当初 就让老婆去讲了 老母就不能上法庭 是不是有这一回事 好 坚导 是个议员报告 我们在车祸发生之后 尤其是死亡车祸发生之后 所做的任何的调查 是基于刑事案件 调查的一个立场 去做这个笔录 那么 这个 他的监护人 如果说是车祸死亡人的 这个监护人 来做笔录 是得以协助我们做个调查 这跟日后赔偿 这个民事的问题 甚至他们家庭 民事赔偿 或者是 他们夫妻之间的 财产的分配的问题 那是属于民事问题 那并不是说 他就不能够出庭 这个可以做另外的主张 这是两回事情 不是啊 不是这样讲 因为你如果没有做笔录的话 检察官那样 他就没有传 没有传监护人 没有做笔录的 这个 这个受害人的监护人 去出庭 主席是这样 是 跟议员报告 刚刚我们说的 我们到警察单位来做的笔录 就是车祸发生之后 请他的家长 应该是家长嘛 也许请他父亲 举例来说是他父亲 到派出所来做笔录 是针对这个车祸案件的调查 刑事案件的调查 可能造势责任的 总统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这个死者 他可能驾驶的状况 做一个调查 这跟日后的赔偿 民事的部分 是两回事情 那日后如果 这个 这个造势的一方 要赔偿 不管是赔多少钱 假设是200万 是不是付出两个评分 或者是说 谁主张要全部拿去 那是属于民事的问题 他们可以另外跟 这个法院去提出主张 跟我们所做的笔录 是不相关的 这我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在检察官方面 因为在检察官方面 他没有笔录录的人 但后来在检察官方面 要问的话 他就没有调 做录录的人去问 当然了解 对背上的进行 他可能会 因为监负人的关系 会理解到 但是整个困难的问题 他另外 女方 虽然他们妈妈 就没法表达 她受害的情况 跟她的权利 就没有办法表达 这是不是法律上 规定是这样子 还是我们 我们警方这边的疏失 如果说这个例子的话 母亲这一方 她也可以 跟法院那边 做意思的表达 可以 没有啦 不是啦 现在是因为 因为 我说老辈子 总是对这种民态了解 很少的 你去就跟他们老辈子 来做彼老 他们老母子就没做 如果你看 在检察官方 他们老辈子就掉闻 他们老辈子去闻 他们老母子就没去闻了 所以这是不是会失去到 他们老母子 他主张的潜力呢 所以这点是不是 是不是法院法条里面就规定说 跟我们买他们老辈子就好 他们老母子就不用买 还是我们这方面 我们没有做到比较完备的一个笔录的自助呢 如果说就我们车祸处理来讲 我们只要能够把车祸的造势原因调查清楚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那至于说 如果说母亲这一方 他也主张说 他也要来做笔录 我们也乐意接受 我们也乐意接受 并不是说 说只做一方 只做一个笔录 不是 不见得 他母亲如果主张 要来跟我们做笔录 我们当然会接受他 这不是受害人的主张 是不是我们本身就这样做 是不是我们 我们在整个行政程序上 被害人 监护人 本身所有监护人都要做 不是只是说 我就险一个来做就好 不然 我们也会险老母来做 老伯要不要做 当然你的政府说 为了帮助我们案情的厘清 当然也说 老伯的可能比较了解他这个状况 但是在法律里面 是不是两个都要做 还是只是做一个就可以 也关于这个时候 之后要做的笔录的对象 这部分是不是能够请我们交通队长 跟一座 做一个比较具体的 因为 到底要做几个人 比如说监护人 是不是两个都要做 或者是要做到什么样的地 哪一些人要做笔录 是不是请我们交通队长 来跟一座做个报告 那会后再讲好不好 我等一下 这个我执行完毕后 然后再到我本期这边来讲 那个局长请你坐下 我有一个问题 不过请教 这也需要局长你答复 如果有一个现行犯 酒驾应该算现行犯 你只是怀疑他是现行犯 但是你� ET 这跟他搬起后 遭到他搬起 但是我们就给他抓出来 再酒仓 你看这有没有什么华丽依据 是跟一座报告 这个在我们警政署的作业规范里面 我们其他单位作业规范里面 现在是不允许同仁做这样的动作 就是把人家从家里面又跑到人家家里面 去给人家做酒册 这是违反我们的作业规定 违反作业规定没有法律依据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你私人住宅 我们如果这个是没有经过允许的话 是不能够任意侵入私人住宅的 好 那个主席啊 这点把列入记录 好 列入记录 好 局长请你坐下 那个局长还有一点再拜托你一下 在那个传维生命记忆馆 在我们这个五月十八 不开工 不开工 当然我们当初行长也拜托我跟局长这个 这个到局长那边跟局长拜托过 在五月十八号那一天 拜托局长跟那个 我们郊西芬局长对这件事 希望我们警方这边能够协助 协助维护 维护那一天要开工的秩序 拜托你 在这里特别的拜托 那个局长你们稍微 来维护当天的秩序 过来交通队长 地磅的问题 南北两头都受一个地磅 尤其在往北的方面这个地磅 比较多因为这边有那个连结车 连结车有那个叫做一般老板一般教使员叫做一加一 就是前连结的不是半连结 这种地磅 过地磅你们都怎么磅 好像最近很多人跟我讲 说过地磅的时候啊 你们是一只车磅三次 好像不太合理啦 队长你认为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子 谢谢黄秉座指教 那有关我们港湖地方站 针对这个全连结车 那做三次的这个测量 那他第一次是整个种种 那全连权 因为他有车头还有 还有他所谓的车子的保温 因为车子他也有他核定的重量 因为如果他有核定的重量的话 变成说我们也要针对车子他核定的重量的部分 去过磅 他说到这种状况会变成 我爱看法 当然队长你不知道不知道 当然他们这样做好像垂毛求迟 我认为 别的地方都没有这样做 像我们这个地方这样做 我感觉很奇怪 用东西总重量限制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不要这样 大家不要这样 你直接有什么放心 车都太少 你自己说无关会人要做这样做 所以我感觉 我感觉 不要说方便 只要他也没挑战 这样就好了 他没可能说 我直接 带你50斤一只来扛车 不可能这样子 应该你可以目测嘛 好不好 用东西 当然这是 可以这样做啦 但是我认为 老百姓 应该是不说 买到买 我这只来 债五十斤 这只都不可以债 来 来给你们 来给你们 来给你们脱跑啦 是 所以大家对 因为时间上 你也要拖到 你这只帮手 要再帮这只 过后 再帮到 再帮一次 就好像 好像太复杂了 对你们这类 可以做一方面 让这些手机 更方便一次 当然 请你坐下 当然 我感觉我们 警察的公权力 好像最近 一直在伸张 这是一个 很好的现象 但是 希望 各位 可以 适当的 使用公权力 不要太 过予使用公权力 医生 谢谢 张明老 麻烦 好 张明怀远 好 主席 好 局长 各位 警方先生 跟我们的同志 大家午安 局长 请问一下 我们大家 同志谈到 人力不足 造成了 治安的情况 比较不好 但是 人力不足的部分 在依然来讲 已经长期性的存在 但是 我们可以发现到 最近 治安 就比较 不好 我们看到很多的 枪击事件 帮派的 高律一代的 毒品枪支的部分 好像最近 这段时间 发生了蛮多的 局长 您对这段 这个部分有什么 比较明确的作为吗 局长 请 答复 是 谢谢议员 对于这个 议题的关心 我想这个 最近以来 我们有几件 这个比较社会瞩目的案件 比如说 在宜蘭市 有这个 一楼的抢案 那么还有 这个几个 枪击案 甚至造成 这个 人命伤亡的 这个案件 那这些案件 我们在发生之后 我们都立刻的 在侦办 也在很短时间 就能够侦破 包括在这个 花旗银行的抢案 这我们都在很短 很短的时间内就 增破 但是增破 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 但是在预防的方面 我们在整体的这个犯罪 从犯罪数据来看 我们今年 105年的这个 整体的犯罪的数据 发生的数据 是比去年的状况 是要好一点的 因为我们今年 就这个 一到三月份 我们整个 全班的刑案发生数 是1670件 比去年的1847件 要减少了177件 所以还算是一个 平稳的状况 只是最近几件 确实是让人家 觉得有点 触目惊心 那我们其实 这几个案子 我们大概分析起来 它发生的背景 这个 这边也跟一座 做个分享 那这里面可能 有些是到 基欠赌债 欠钱 那甚至也有部分 是因为毒品的问题 这个都是 其实当今 我们在整个 警政工作上面 一个 要征办的 一个重点 一个工作的重点 所以我们这个 在 现场也要求 我们 警察局 在这个 尤其在毒品的 茶器上面 还有这个 赌博案件的 尤其是职业赌场 甚至这个 赌博性 这个 电动玩具的上面 要能够 加强的茶器 那避免 比如说有人 因为这个 要缺钱买毒 而去 有一些 这个 违法的行为 甚至 赌博的话 也怕 因为基欠赌债 被地下钱庄追讨 然后就 这个 注下大错 那我们希望能够 从根的部分 来的 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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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 来查 那这是我们 今年 从年初以来 一直在努力的 一个方向 市场 虽然数据有下降 但是这都使 比较 在以往 一段来讲的话 最近这几天的水 比较 感觉比较重大 比较重大型的 所以说 我希望 医法的部分 请警方这边 能够再强化一下 毕竟 我们 林县长讲的 幸福以来要 住得安心 至少说 大家不会这样 恐慌性 尤其最近这种 枪尸事件 真的是比以往 我们觉得感觉到 蛮多的 蛮多的 那还有就是说 上次 我们也提到说 对警方人员的 照顾部分 我提到说 让我们第一线人员 能够在这个流感方面 能够来用工会 来协助他们 因为警力已经不足了 不要让这些人 就很容易的 把去生病感冒的 这部分你们有没有在执行的吗 是有 这部分 特别感谢议员的 关心 那在议员 执询之后 那我们县长 也特别指示 我们卫生局 针对这部分 来跟我们警察局的同仁 做一个调查 征语同仁的医院 你凡事 希望能够 因为并计 不是每个人 都愿意来打这个针 那如果说 你想要打这个针 那就登记 目前登记的是 有260个人 那这部分呢 因为有一些预算 县长这部分 他也允诺 会尽量的帮我们 做一个 这个 这个争取 那大概在今年 可能会 陆陆续续的 做 会做一个注射 好 还有第二个 一样对我们警方承认的 照顾方面说 像刚才黄定儿 一眼提到的 我们警方承认 不管用枪的问题 或是其他公务性的问题 那产生到一些 面临诉讼 面临赔偿问题 这个部分 真的我们希望说 能够强化一下 甚至于如果 在公务部门的预算里面 如果真的有困难 然后 班主的话 是不是能利用一下 民间的社团 共同来益助一下 我觉得 警方承认真的蛮辛苦的 其面对一些 他未能到 意测发生的事情 那 传生状况的话 我想每个人 这样的班主案来 也不会很尽力 因为就是有 后面要担心的事情 对 那所以说 那 但是也应该鼓励 我们警方承认 用枪也不要太 太萎缩了 毕竟现在面对的 这种歹徒 他们 自己有的这个 武器 什么 我没办法面对 是应该要鼓励他们 该用还是要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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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的 这种协助 我们应该也给他一个 明确的方向 这样比较好 那这样大家不会说 搬难的时候 就会说 因为 我想我们这个枪支的部分 那是太烦烂了 太烦烂了 那当然最近几个判例 对我们警方身体 比较不利 因为我们毕竟 我们本身是有武器 最明确的人 当然这个 可能法官也会 从这一款认定 我们有武器 所以我们不要强势 那我觉得说 我们不要弃围 应该是要 还是要敢用 不然这样 面对的歹徒 你没法押制他 第二个 本身的安全 也是很重要的 这边我想 也容我跟一座补充说明 因为刚刚我们 黄议和议员 也有关系到 我们远禁用枪的 甚至造成人员 伤亡的状况 赔偿等等的这些问题 因为其实根据我们 警戒使用条例 如果说我们远禁 因为合乎规定 依法执行公务 然后使用警戒 造成第三人 这个伤亡的状况 那对于这第三人的 他的这个医药费 扶序金甚至伤障费等等 这是我们地方政府 会来支付的 这个是对第三人 但是对于嫌犯来讲 那要看我们执行的 这个当时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审作 那对于善意的第三者 是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好 谢谢机长 那请坐 我请一下那个 应该我们的 交通号是我们 贺勤科长在维护的 那个设备的维护交通队 对吗 交通号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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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监视系统不是你们的 好 没关系 那去年台风的时候 我们产生交通号滞的损害 大量的损害 因为我们没办法 那个台风真的是太大了 而且联系接着来 那造成我们交通号滞的损坏 那也因此造成我们交通上的一些困扰 那今年都马上就进入了台风渠了 那是不是说 我们今年有没有事先的应变 不要像去年这样一拖 那时间那么久 造成我们 其实我们的警力已经不足了 还要去兼顾交通的问题 那科长不能帮忙说明一下 谢谢一座对交通号滞的建议 那因为去年我们就是有杜鹃台风等两个台风 强烈台风的侵袭 造成我们半数以上的号滞都损坏了 那这一次我们其实在指导之下 我们在要发包前 我们就办理一个交通号滞 加强整个结构体的一个研讨会 我们有请那个土木技师 还有结构技师来针对我们的号滞 强化它的结构 包括抗风性 还有它的那个强度 整个还有它挖掘的深度 那些我们都有订相关的规范 那在今年的契约 我们也有修订 那今年契约在军阳志之下 我们也特别请顾问公司 就是工程顾问公司 特别帮我们整个设计这个规格 那标的部分我们也是分西南西北标 那也顺利绝标 那另外就是在台风抢救的部分 我们也是准备了这个摘准金 那如果有赶部不及的部分 我们也会办理持续的那个紧急照标 以上像一桌报告 可是我是怕说厂商可能没有 我们准备的那个议备金是没有问题 我是怕到有钱找不到人做 去年是这样子 有钱找不到人找不到东西 可以来施作 所以可能在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资讯方面 可能自己要先建立起来 是跟厂商那边有几家厂商 你可以建立一个资料库 是 万一我真的损害量大的时候 我不会怕 作然有钱了 我也可以找到人马上来维修 找到这个厂商赶快维修 不然像去年厂商有状况 材料做状况 这个可能就会延宕 我们真的要照标的问题 去年的厂商有那么多配的很好 所以说我想说这种资讯的建立可能 是比较重要的 那其他监视器的部分也是 但是我们 你没有 保安科 保安科 可是好像一样 台风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损害的 蛮严重的 当然这个是 不愿明切 那么看得出来影响到整个交通问题 但是在治安的方面 可能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希望你们说 在台风的这一段时间能够 像浩市这边能够有 强化这种被料 或是被情的这样的问题 能够处理 还有就是平常监视器的部分 现在有一个状况 交通事故的一般都会去 掉约到我们的监视器的问题 但是好像有 我这边有碰到几个案子 有几次都很巧合 那监视器会产生故障 或是没有入到 这个部分是说在维修部分 平常的话 我们这边来注意一下 不然有时候碰到资讯方面 还是交通事故方面 要去掉一个资料的时候 就会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方面 我们有特别的在强化 这个跟意图报告 有关于我们监视器 每日都会请我们驻地的拍手 辖区的拍手来做一个检视 每天如果有故障 或是说这个断讯的情形 会跟我们做一个反应 我们会通知厂商 来做一个维护跟管养 那这个监视器 它故障的原因也相当多 比如说有断电 比如说有网路的一些问题 或是数字遮挡 或是说它角度偏移等等 那因为各样的一个状况 处置的情形不一样 处理的时间 修复的时间 也有长短的问题 像医生刚刚提到说 有些刚好可能会坏掉 那一般我们 老实讲我们监视器 大概在我们检察局 在维护完两的这个部分 我们的量率算蛮高 我们大概都大概98 最低到大概98% 高到99% 那因为有些就是配合地方 政府或是相关的一些单位 它道路拓宽 或是我们因为有些是 衣物在电杆或是明载上面 它有些在重整 我们会配合它卸下来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在刚才讲的这个 量率的部分 这个就有少部分 大概有几十支的这个部分 一直没办法维持在保安之百的这个原因 大概是简单 我刚刚提到说 因为民众也跟我反应 说那个巧合点 这个我讲的用词你知道了 所以说这部分 我们再稍微督导一下 是是是 那我后面的时间就给 我们先演了 谢谢一组 谢谢张议员 主席我们各位 我们居住室的首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科长 还有所有的伙伴 大家午安大家好 针对警察局的部分的咨询 我相信今天一整天一定有非常多的议员 一直一直的提到同样的一件事了 就是警力不足的事情 那我相信我如果再去询问说 现在警察多少人 实质上编制应该多少人 这些我相信我们局长绝对倒背如流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重述这件事情了 但是针对人力不足这件事情 一样还是要见请我们局长 应该尽速的去编制 然后我们的编制 这一个需要的警力去怎么样去提升 还是请局长希望你能够把它当做是首要的重要工作去做 那因为如果我们的人力不足的话 很多的勤务其实在执行上都会有很多的困难 那除了见请局长要港警把我们的缺乏的警力去补充之外 我想请问一下局长 前阵子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台湾的社会最近几年开始发现一些随机杀人案 那尤其前阵子台北的随机杀童案 造成社会的相关恐慌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陷阱局在这边 有没有做了什么样相对应 在针对这件事件之后做了什么相对应的工作 请说 是 议员 谢谢关于 对于这个所谓的随机杀人案 其实在那案子发生之后 尤其是在内湖那位女童不幸被杀害这件案子 还有甚至之前北投也是一位女学校 有很多案件 我知道 那我们发生之后 其实第一个时间我们最主要是安定民心 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随机的状况 所以有的时候是有一个它不可预测性 但是就是因为有它的不可预测性 所以造成一般民众也会有这种恐慌的心态 尤其是学童的家长 因此我们在初期都会先用这个提高见警率的方式 然后就是也让这个一方面 让社会让家长能够安心 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个 即使是心里面有这个不同 有这个不良企图的人 也能够看到警察去已经站出来了 所以是增加巡逻这样子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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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请教一下 学长您知道我们东三乡的三个派出所警力 每个派出所是有几位吗 目前大概应该是十位 也有三个派出所嘛 每个派出所也都是十位 好 那平均一天算下来 要我们平均通常一天要排多少人排休 正常的话如果让大家都能休假 一天要排多少人 我们应该七分之二啦 如果说十个人的话 大概二到三个人 正常的话如果没有人请休假 那常常有些家庭要把休假休完 其实我们大概预计算下来 大概都三个人 甚至于四个人可能有可能都是 那一天排下来的话 很有可能轮休轮班的时间 所以其实在派出所里面实际上 在派出所里面 其实大概五到六位的警察 每一天要做巡逻 民众的报案 交通事故处理blah blah blah 这么多 那请教一下 我们一旦发生随机杀人案的时候 我们的局又要求各派出所 要派一名的警 至少议员的警员要到各处去巡逻 您觉得这样他们的工作能负担吗 我们当然在警力的判检上面一定会 我们有多少 把现有的警力做最有效的运用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超出他的一个轮休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一些这个弹性的做法 比如说 有这个我们内勤的人会支援派出所 然后派出所之间的相互支援 因为有的派出所 他的学校多一点 我了解 好 那局长请教一下 我们又要兼顾警员 不要没休假 不要让他的工作 不要去占用他的 不要让他的劳动状况不好 可是我们又要达到 所谓的社会安定 有巡逻的效果 像您刚刚讲到了 还要再去评估各基层远景 发生的 就是基层的 我们派出所的实际巡逻状况 排班制度等等来去调整 如果说我们又这样子去安排的话 这样的巡逻还有意义吗 或是说它还有相对的效应吗 其实一定会很有限 我相信会很有限啦 学长 所以我想要跟您说的事情是 很感谢您 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很多努力 不论是针对我们社会 发生这样的案件的时候 我们去安排这样的巡逻人力 还是我们也在巡逻的 我们在安排工作之余 也去照顾到我们基层远景的需要 跟状况 可是我必须还是要跟您说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回到了刚刚第一个 我们去谈的 警力不足 当警力不足 您去新增的这些工作 都只是造成远景的压力 以及这些工作都没有办法实际上 做成更好的效应 包含去年的大会 我相信去年 反正大家针对警察学咨询 都喜欢因应最近的案件来问您 包含去年的案件 讲到宜兰河的熊杀的事情 我们马上开始说 会增加针对那些地方 特殊的地点做增加巡逻 可是 那我们后来有去检讨 这些巡逻的成效吗 那我们有去检讨 这些增加的工作 对基层远景造成压力 或其他情务的压迫吗 好像都没有 所以局长 我要坑气您一件事情 警察局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那但是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民意或民众的恐慌 而去乱了我们自己的手脚 硬去安排一些增加的工作 那这些增加工作 如果只是做表面 恳请您就不要做了 我们真的可以做的事情 也许赶快的 还赶紧的把本来根本的工作 不论是警力 还是一些毒品 其他的枪支等等 这些其他的案件做好 把本来的脚步做好 把本来的治安顾好 才是根本的解决我们社会的问题 而不是当社会中 因为媒体 因为民众的声音 出现这样的恐慌 或者是氛围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做了个什么动作 让大家安心 这样子的话 是没有效果 我们再浪费时间 甚至是预算 甚至是能力 这些都是浪费的 所以 好那 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一下 那个 学长请坐 谢谢 接下来我想要请教那个监视器的部分 对 那监视器的部分 我在去年其实有提出了 我想要请教一下 如果说 我们针对监视器的部分 去年我其实也提到说 如何和民间合作的可能 因为县福的预算有限 我们若什么都要 我们以来县政府自己去设立设置 甚至后端的维护管理的话 绝对会很辛苦也很有限 那到底跟民间合作 有没有可能的相关的方案 是不是我们需要去拟定相关办法 还是这个制度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不是请局长 还是我们科长回答 是 谢谢议员的关心 那有关于监视器 所谓跟民间合作 这个确实也是 我们也希望朝这个方向来做 但是呢 在做法上一定要很明确 因为呢 跟民间合作 我们是比较担忧 民间自己装饰的东西 跟我们的系统 没有办法相容 因为现在掌究的一个系统 整合的时代 所以说我们有定定一个 民间捐助监视器的一个 捐赠办法 也就是说 如果民间他捐的是 现金是钱 那会到那个专户里面 专款专用 由警察局来做统一的规划 如果是民间 他是想要就捐助器材的话 那没有问题 那器材 但是也希望要符合我们的规格 由我们来做一个装饰 地点 入口的话 也由我们警察局来做统一的规划 请教一下规格需要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规格需要一致的原因 因为现在我们 因为有关于这个 监视系统它的讯号的整合很重要 我们现在是用云端的方式 因为我们任何要钓越的监视系统 我们不是单一个路口可以解决的 往往一件案子 可能它牵扯到十几个 二十几个甚至更多的路口 甚至到其他县市 如果说我们系统 我们现在都是 所以说用云端的方式 那如果说系统没有办法相整合 它没有办法到云端上去做个整合 做个直接调跃的话 那我们会再增加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现在我们的趋势都是 这个沟通系统 好 那我请教一下 这样的办案作业 有没有可能性 就是即便我们的系统不一致 可是至少民众 这边有简单的维护管理是很确定的 譬如说一旦我们知道是哪几个路口需要 我知道需要A路口 A路口是我们自己的耗制 或是我们自己的监视系统 很清楚我们就可以自己调约 结果串到C路口的时候 C路口也是我们自己的 但在B路口的时候 连着A跟C路口 B路口其实是我们民众的 民众的那个它的系统跟我们不一样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作业上是 民众他在管理上有一定的管理 就是他很清楚这个怎么取得 然后有没有定时去维护管理 这个影像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们直接透过跟沟通的方式 就取得那个影像 即便在云端的格式不一致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 目前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 是啊 目前是啊 就是比如说A B C 就您刚刚所举这个例来讲 B路口也许是民间 也许是他民宅 他自己装设的 是 那这个我们会商请他 看愿不愿意提供给我们 做一个侦办的参考 对 我们现在目前也是这么做 所以我想要跟局长讲的一件事情是 其实我知道我们那个相关的办法 那我也知道很好的是说 我们其实这个相关办法去鼓励民众 可能是捐 刚刚你讲到捐款项 还是说实际上它的系统 跟我们可以整合 但是其实这样子 还是有点被动跟消极 因为光是要讲系统一致跟整合 这件事情 就会排除掉很多路口 可以合作的可能 那很多时候其实路口影像的取得 尤其像现代数位化 其实大家都很容易有这些设备 不论是行车子记录 其实还是自己家 要装设简易的监视系统 那这些监视系统 我觉得我们与其花时间 还要等前进来 或是自己去增设 甚至于就是我们还要 同系统我们才能处理 何不我们去把相关办法 编得再更有弹性一点 指的是我的这个相关办法 或相关补助或相关的合作是 您只要有监视系统 那你只要符合几个标准 包含你照的照的影像的方向 跟模样是我 我们这边可以合作的 第二个是您会定期维护管理 能够确定在第一时间 我们需要取得资讯的时候 您愿意公开 而且可以及时提供 我觉得光是确认这两项 我们其实不需要 管什么规格跟格式 包含相就会方便很多 很方便很多很多 那我们不需要 本来增设一个监视系统 光是一支 一支的费用 跟那一支 后续维护管理费用 如果那么的高 我们把它摊下来 是每一家要补助到 一部分的钱 那每一家都能够做这些搭配 那我们其实监视系统 需要的不是多新多好 其实要的反而是够广 那当然新跟好跟清晰 是一定要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可是如果 如果我们能够 把本来通通都要自己弄的预算 打下来 有一定的弹性度 跟民众合作的话 我相信 这样子的监视系统 它的分布的网络跟密度 绝对会更高也更合适 这个是建议我们局长 跟我们科长这边 其实应该去调整的思维 如果我们还在拘力说 一定要格式一样 甚至于一定要自己的系统 什么的 那这样的警民合作的 强度也是很低 我相信您会消耗掉很多的能量 尤其现在我们各社区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社团 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易景销 他们其实看到易景销的活络 也可以看到民众对治安的关系 跟愿意的投入 相对有弹性空间的操作方式 虽然不是本来大家习惯的作业方法 可是这个相对有弹性空间的合作模式 我觉得要在民间发酵 可以快速的建立起我们的建议系统 网络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所以这边建议我们局长跟科长 是不是可以换一下思维 来去挑战这件事情 那另外因为有些时间 所以我自己去再点最后一个议题 其他的时间我待会再提出 我想问一下我们局长 知不知道四学旗帜的事情 国中小要改 可能改四学旗帜这件事 有听闻过 是 那宜兰县什么时候提了这件事 然后未来 这个政策之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这部分我倒没有深入去了解 我在媒体上看到 好 那我请教一下局长 我们如果说就是青少年的案件比较多的话 我相信应该都比较好发于哪些时间 一整年当中 大概寒暑假的时间 寒暑假的时间 那我特别提这件事情是因为 其实宜兰县政府 应该说今年教会部就已经颁布了 可以开始去尝试试学习这件事情 那全台湾里面最越越遇试 已经最有可能开始去发展这件事情 就是宜兰县政府 所以宜兰县的国中小 反举只要要透过实验教育做转型 或者是透过实验三法 我们实验三法也通过了 透过实验三法都可以修改成四血旗帜 那请教一下局长 我们现在刚才寒暑假 是不是有一些重点的工作或是专案 是针对青年学生的 大概 我们在暑假 每一年暑假都会举办一个青春专案 是 就针对青少年的部分 有一个包括整个县政府各团队的整合 除了警察局还有教育处 还有这个卫生局社会处等等 还有公交流数 我了解 都会有整合的方案 那接下来 有没有 现在有哪一些学校是四血旗帜的 请问局长知道吗 我不清楚 好 局长其实您应该要关心这件事情 我们的学生 他有空的时间 就是放假的时间 未来如果一旦县政府有越来越学校 改制为四血旗帜 我相信本来的青春专案一定会有很多要很大的调整 那再来我们其实针对四血旗帜 绝对不能够只是教育处单位在关心而已 这个绝对跟我们的生活跟治安都有关系 刚提到了暑期是我们的青少年的案件 好发的时间 那未来改制成四血旗帜 有没有其他就是这个案件好发的转变的可能性 这个我不知道 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吗 非常有可能 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请我们警察局专业 去提出一些相关的观察跟预防 或者是要准备的工作 但是我们目前都看到没有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 连警察局都没有动起来 我过两天就是接下来教育处的质询 我会去提出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敢轻举妄动的决定要做四血旗帜 我个人很建议 我个人其实对于现行的两学旗帜 还是未来要改制成四血旗帜 或者是有三血旗帜都可以 五血旗帜 这些制度的支持度 其实我相信这都是民间可以去讨论的 可是如果我们的相关单位没有动起来 尤其现在的情况很显然 有些实验教育的学校都要开始转变为四血旗帜的话 那这个未来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而且如果你要注意到四血旗帜这件事情 四血旗帜这件事情很有可能现境内是部分的学校有 部分的学校没有 届时你要在路上看到孩子路上走的时候 你要怎么认出来这个孩子究竟是放假 还是他是自己在外面游荡 光是我们光是提这件事情就好了 很有可能我们局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所以请局长 我们请局长回去我们应该演你一下这件事情 透过我们府内的跨部会的单位的时候 应该去了解一下四血旗帜 对我们未来就是治安以及学生生活跟活动的影响 这样才能有效的也去了解到四血旗帜 在教育角度从治安看到的或从教育角度 应该要去注意跟补足的部分是什么 以免等到学旗帜开始实行的时候 才有一些憾事或是来不及做的工作发生 那以上的质询先谈到这边 那我后续的我其他再另外提出 谢谢 谢谢宜若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因为已经要两点钟了 谢谢 为了准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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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 是 我们的 感谢观看 最后来 警察 再次 我们都会 我剛才說,我們議員剛才說的 檢察都想說要開紅棚 一回是要開幾張 其實我請教你,你有跟憲緣施加壓力說 你一年要開幾張紅棚嗎 跟運作報告,我們沒有這樣的規定 沒有這樣的規定 他們有獎金嗎? 沒有獎金 我又要給你們看 車後面在那裡頭腥 我又去頭腥,腥起來 所以你不要用這個,我先來講 經緣這麼辛苦,生入基層 你經緣有經緣的關窟 變成說,我們南教你 經緣變成說,沒有三人 他要生入 不一定要深入了解我們這個 他一家會打麻糬 他一家會天高白 他一家會吃毒 他一家會做菜 他一家會機車改造的 都找得出來 一親二子,宜蘭修所在 你不要朝這個目標下去做 你不要拼完 就要 行路 行路車賽 四個四個 我們就拼這個車來 大家就收收起來 走路了 對 我告訴你,你要朝這個目標 變一下 對 試試看 不一定要拼完開洞 對 我相信多少 多少 多少 多少有輸家壓力 沒有 那辛苦 誰要做壞人 你開洞 還有一家會痛苦 所以一家會想 給兩段數位就好 我現在先說兩段數位就好 有的老花 七八十歲 兩段數位都不知道 像家裡有的 不知道 你申訴一下 有的老花 要過我過 要年輕人就不行 對 兩段數位 剛才我不知道 後來 抓一半就知道 坐他就知道 現在有的沒有兩段數位 所以有些老花搞不清楚 像在教育的時候 要收集的教育 當然是違法 有些這麼多老 那有的 稅圈族退休的庫典不是一樣 他還是叫人家 他是萬賺的 好 再來 我請教 吃肚子的部分 現在這麼多 我們吃肚子 抓到 大盤山 有抓到 不肚子 有抓到 不肚子 不肚子 洗 洗就好 不肚子 抓到 不肚子 抓到 不肚子 我們抓到 你這家裡面所需不少 不肚子 不肚子 抓到肚子 吃肚子 我裡面 工作報告裡面 不肚子 到底有抓到 是 我想這個 當然是有抓到 所以 這裡面 比如說這個數據裡面 我們如果呈現說 抓到幾件幾人 比如說我們 這個 以今年一到三月來講 我們一級毒品抓到的是 八十四件九十一個人 也就是說這個可能它有相關的 一個案子可能會牽扯到幾個人 實際上 實際上可以說 賣的人有抓到嗎 有 抓到幾件 一到四月之後就幾件 那個要另外再做個統計 一定是有 要不要幾個 那個就是每一個案 他的這個不一定 每一個案 他的這個人數不一定 這毒品是非常重要 關聯我們 說簡單 關聯我們 我們每人的 財產問題 你要想 吃東西 好像發酬 跟你說就說 對 自己去發酬 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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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路閉路 他又出來了 說去 大便宜 對 你如果沒有發 以外你沒辦法 逮捕 我就跟自己發酬 閉路閉路閉路 閉路閉路 好處 所以我說 在那些地方 在補分 這樣 市長 我請教你 你當這個毒品這樣 要申請 我們地獎師的 監聽 要申請毒品的補分 要申請監聽的補分 有了嗎 有 有 幾件 一支都有 一支都有 一支都有持續的 那應該是 那個是個浮動的 跟益座報告的浮動 譬如說 我們這個案子 取替到了這個案子 你請做啦 那個大隊長 到底 北京市長 你先請 發言的發言 有幾件 一年差不多幾件 沒準幾件 坦白說 好 請說明 準到沒準了呢 報告益座 就是那個 因為那個通訊監察那個數據 我們會後再跟益座報告 那原則上 我們現在警察局 是針對各分局 就是一定要針對各分局的 毒品販賣的集團 要來做偵辦 所以 每一周 局長這邊都會跟各分局 來做一個檢討 就是各分局 有沒有針對分局 辖區 的販毒集團 來做上寫 不是啦 我現在你不要說這邊 我就說 你第一次的 申請 要監聽 還要經過法年的 法官 對嗎 你申請的過程當中 是到底去幫幫忙的 折折 報告 報告譯作 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說 地檢署在 警察局 偵辦 毒品案件是非常支持的 那所以 原則上我們案件在送到 地檢署這邊 在做 跟檢察官討論的時候 原則上都已經大致上 確定這個案件可以偵辦 我們才會做申請 所以基本上 在核准率的部分是相當高 大概應該有90% 不過我聽你經緣說 我都叫 台灣年的 法官都打得住 這個部分也有 就是說 不然你剛才說沒有 90% 這很多 我們是說 有通過的部分 沒有啦 我跟你說 其實 要 立爭啦 其實真的有需要 要啦 這好像叫一個家庭 是 這非常重要 不是叫那個家庭 又影響別人 你怕要說這個 怎麼吃都 就是頭 唱啊 夾啊 對 婦婦亂做啊 這非常嚴重 你雷姿來 現在雷姿來 一直扣大 尤其現在的少年小孩 都不做人家庭那麼多 現在 四大都生孩子 生孩子 生孩子大家都不做 我做 我覺得 來請做 機長 我是覺得 這個獨特的部分 營養很大的層面 你沒有好好地 好好地經營下去做 這也很危險 還有 第二次症也一樣 第二次症跟你們有關聯嗎 有 有喔 以前我記得第二次症 警察局長跟你們沒有關聯 第二次症 有白的跟沒有白的 你怎麼知道 沒有白的 你怎麼怎麼處理 你知道嗎 第二次症的部分 好 謝謝醫師 所謂地下錢莊 當然 當然講說 金融的管理體系 的秩序的部分 那當然不是我們業管 但是呢 如果說他的地下錢莊 有牽涉到暴利 就是 重利 重利罪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就要 介入 要做偵辦 那是屬於違法的 請坐啦 這樣啦 我看三人比較了解 第一次症偷錢的 借人錢 又下去偷錢 又借 又過程 過程 又救錢之後 變成說 救我 然後偷錢之後 又叫白人 怎麼説 説到我的理事就變小了 怎麼説 你知道嗎 那個 大隊長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是我有經驗過的 怎麼説 我沒有討厭啦 我是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說 這就是 有的那個 民眾他可能是認為說 他先跟那個高利貸 就是地下錢莊 先借一筆錢 然後他用比較高的利息 再借出去 然後他就賺取中間的差價 可是他沒有算到說 有的時候就是 他再借出去的錢 討不回來 那變成說 他原來應付高利貸的利息 又應付出來 所以 之前 最近也有一個案子 就是我們這邊 宜蘭發生了一個 一死一傷命案 就是因為這樣子 狀況產生的 不是一位而已 我跟你說 土地長 你這樣沒有了解 可是我一個 神明的老百姓 我跟你說 憑公 我知道 設計這個 某某這個 我請你錢 你家庭 有多少 我來生利息 生到六百萬 我就給他賺了 一直給他賺 賺 賺我還帶你 蓋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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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利息就一樣 錢一樣 碰給你 六百萬碰給你 這些錢 還要回歸 還是那些 你們這些 邏輯都不知道 這個我們知道 就是 他把本金的部分 都還不掉 他一直在還利息的部分 那這我們一般 碰到這個案件 我們都是來做 置評案件 你們像 公共這麼多 你們都怎麼處理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 他有一個 聯合機查的部分 那我們 那個是會配合 那個 刑事局 租區 督查 一起 再跟業務單位 他們一起做機查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路邊 有公共車 有 那有 那有 合法 這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會依照 那個刑事局 他這邊相關規定 就是有關於 因為他有限制到合法 你有沒有看到 看到 看到你怎麼處理 我們有請 相關 我們有請我們夜管單位 那夜管單位 抓到怎樣 就是配合 刑事局相關規定 他有規定說 如果是相關這種 辦有道 接待 針對違法的部分 我們都有 你看他有違法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有民眾 來跟我們報案說 他有受到損害 比方說 像一座剛才反應的 那個情形的話 我們都會立即於 怎麼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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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的部分 我希望說 不管單位要出席 我希望說 稍後會做監察 你們有職業 幫你們盜三天 讓一個社會比較安定 讓一個家庭比較好 好 請坐 那個 我們的經優的 我們林磊前 議員 有問到 請友會 我們有四個分級嘛 三千 三千分級 請友會 你們會員和顧問有幾個人 你們每次辦活動 請問都用幾道 好來 開始 請說明 簡單就好 那個實際上的人數 我是沒有跟他統計過啦 一般的聚會 大致上都是維持一桌兩桌 比較小規模 金友會這樣而已 除非是擴大舉辦 請邀請其他各五個分局一同來聚會 好 請他各個同座來辦理 謝謝 還有 所有的分局 整桌你們 辦到大型 我整桌 會員多少 就好 簡單就好 跟議長報告 這個 警友會的相關 顧問我是不了解 可是 辦會的話 辦會 例如說年代 辦會 我們差不多辦到25桌 那是10桌 你們經完幾個去吃 經完差不多6桌到7桌 好 那個 還有嬌西的 好 那我們嬌西分局 有關實際上的名測 因為人員名測 我是不是很清楚 好 但是他那個大型的 像我們 6月5號 我們要辦聚餐 或是說 警察姐 等下幾桌 不要再說那麼多 差不多 差不多30桌到40桌 這樣子 經完才多少 有差不多6桌 好 那個 樓東分級 來請問一下 報告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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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顧問的人數沒有特別統計 那 我們目前的運作的方式是 每兩個月 每兩個月會 請我們分局來聚會一次 那我們是有政府主管 那年底的部分 警員 我非常支持他 是主動邀請我們先調查 那個做事 他才如數的來幫我們來辦理 以上 你們劉東 做得更好 對警員鼓勵更好 這 這就好 我們依然分局 我看 我不用叫你搭 我每次都去 我覺得 我們的局長還不知道 我們三個分局長 在我們依然市的警友會 可能 我們依然市的警友會 可能會員最多 以前500多位 現在剩下400多位 為了是我們的三位分局長 從來不列席 才會產生這樣 不列席到底是什麼原因 局長 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我跟你說 坦坦坦的說出來 小的本來就是這樣 你們檢查 你們檢查很多 八歲的兒子 對嗎 到底什麼事情要說出來 對你不好 警友會 警友會去做什麼 警友會是跟 檢查 互動 好朋友 檢查有什麼事情 鼓勵他一下 他有破案的時候 創一下 獎金給鼓勵 請一下 這不是警友會 到底警友會在做什麼 這是鐵店 第二點 第二點 掛白掛說 警友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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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友會好 對嗎 我記得我屎之前當議員 局長都提高 分局長 局長 所有的搜尋都提高 你们這些教課 六七盜七八ミ 你們看 一種警衛和 檢查局高雷 你們做不好 你們道母 我們分局長 Exposed 你那時候叫他去,他說好啊,要去啊 我看他覺得他會再去 他要操作,你覺得他再去 分次長,你覺得他去? 對,我不敢去啊 等一等,我就是怎麼去 我這我怎麼會給他黑漏 對嗎?你要說出來,次長 你的看法啦,你要說出來 你的看法,要怎麼來做 這要協調好,這樣不可以,不可以繼續 要拿出配料啦 好,局長局聰明 是,謝謝議員,我想針對宜蘭軍委會的狀況 我想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往是互相的 前多前少並不重要 你覺得你要怎麼做啦 經委的這個部分,不能再繼續下去 我希望你下去協調啦 你要跟他說啦,經委200萬 到底要把我們檢察到三天多少 把我們表揚多少 真的破案,表揚多少,請我們多少 不可以一直做主意 這樣是無理啦 你兩百幾萬,你都不接下去了 你不要去看 對嗎?他也不請人啦 好啦,不請人,你去檢察 表揚幾乎嚴謹 哇,二十多這麼多,我一個人會去說 陳昌進,我們公關主任去而已 他跟誰去而已 這次也跟誰去 這次勤勤又沒有人 還換人啊 你怎麼會莫視啊 你怎麼會被他灌啊 對嗎? 我跟你說嘛 好,你們都那個 遺憾辦事室不要去 人家的辦事室,你還要叫人去啊 反正你是怎麼叫 叫山頂不能去喔? 那些人說 邀請你馬仔要去啦 跟山頂要去啦 建議員帶給他去啦 讓他表演出來啦 既然,你一定要跟我們遺憾辦事室溝通一下 到底怎麼辦 不能放在那裡要爛 對嗎? 坦坦坦坦要去我們 這辦你看六十多了 你怎麼有聽啊 六十多了 那些人你要去啦 比較民主的啦 對嗎? 你要溝通啦 做得到嗎? 所以我們跟他溝通看看 你真的溝通嗎? 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而是接不接受的問題 不能說接受 我當然接受議員的意見 條件不好 你說建議員的你不能給他掛名啊 這個是因為他的民間社團 我們當然可能在做法上面 市長 什麼民間社團 那你幫你割 建議任議 要不然你不要建議就好啊 對嗎? 他現在創一個社會員就好啊 為什麼要創一個建議 市長,不能說民間社團 大隊的心事 他們如果調解不合適 我再來挑解啦 不要緊啦 好,局長請坐 你如果調解不合適 我再來挑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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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繼續我們邀請 今天 尤祥德議員不在 歡迎陳宏席議員 主席 謝謝 各位主管 各位同仁 大家 等也等很久了 一天獎藏的質詢 我覺得大家也辛苦 對於今天的質詢 我們同仁在執行的方面都是哪一方面 你也說一下 你不瞭解 都是哪一方面比較多 好 請答悟 所以我想大概歸納為幾點 第一個是我們景地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治安的問題 治安的問題大概又集中在於這個毒品的部分 最佔最大多數 第三一方面是這個遠景的服務態度的問題 我想另外就是我們交通執法的技巧的部分 我想大概是大概歸類為這四大類 其實啦 局長 是誰封住了我們的勇氣 這批文有嗎 有 我有看過 你認為呢 就包括我們現在基層員警的心聲嗎 是 確實他所舉的幾個判例 最近的幾個判例 這個確實對我們基層員警 因為我自己本當然也是警察的一份子 確實對我們來講是有點衝擊 甚至憧憬滿大的對於在執法的上面 我們是覺得應該還要再爭取一些什麼啦 但是我想這部分畢竟 沒有啦 局長什麼你要講啊 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好像這個警察好像沒什麼人權 以前看到警察的時候大家是畢恭畢敬的 現在看到警察了 警察變… 說起來比較難聽了變阿公 和平常看得像骨子一樣 這是很難聽的啦 其實齁 大家覺得是這樣啦 可是我覺得齁 你們像中央你們的執法 我覺得你們的權威信要拿出來 不然你現在說的 破死刑 毒品 你抓誰幫忙 都是什麼情形嘛 局長 你有什麼辦法嗎 不好意思做好了 因為這個整個的大環境 會造成現在這種現象 整個大環境 其實我們警察是被害者 好 那麼包括你說 憑政党還是死人 不是 被政治謀殺了 倒不是這麼說 而是說整個司法的體系 整個社會的氛圍 對我們警察來講是很不利的 對啊 那就是政治氛圍不好嘛 倒不完全是 政治人物嘛 這不是這 有的是維護選民嘛 還是維護人民眾啦 對不對 像費死聯盟政節這個案子 這跟政節的案子差不多一樣嘛 為了費死 你 贊成費死的人幾首 有喔 我們這有相關性嘛 國長 你以前有的 沒有啦 國長 我現在齁 我做一個民意調查啦 那現在我們在座的各位齁 要是說 贊成費死的人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那你都不贊成就對了 都要怕急刑就對了 是不是 贊成急刑的請舉手 那你都不敢拿手 啊 我就說你們股子小孩 你們都不相識 給你們問一下 好唷 不贊成費死的人請舉手啦 沒人敢怕手 你 局長呢 你弄了咧 對不起 譬如說 你的問題能夠再清楚一點 贊成費死聯盟 他們的論調的人請舉手 贊成喔 贊成費死聯盟 贊成費死聯盟 不贊成的請舉手 好 警方是喔 局長你贊成喔 你又不敢拿手 我跟你說 現在我們台灣的法令啦 我覺得 第一個被政治玩死了 所以說造成警察現在 像現在以前啦 我覺得酒駕現在我們 我覺得我們 這個壓力啊 我們減少了蠻多的啦 有經濟的事情 我們某個議員去死亡啦 相信說 對 大家哪些議員 會說一些什麼事情 我會說 無口厚非啦 可是呢 應該是大家都會了解啦 啊 基層員警的大家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啦 大家都很了解 啊 就是說現在毒品犯爛 好來 第一個 你抓到毒品 可能筆錄罪做 到檢查那一關為罪 都釋放出去了 等一下 你再一次 前幾天報紙 再去這裡放一下 會報紙說 就是毒品犯啦 所以說齁 現在齁 整個社會氛圍 對我們警察 我覺得 應該是以極刑制度啦 要怎麼來做 局長你有什麼想法 還是向你們警政署這邊去 通案的報告 你有什麼想法 應該要向上反應啦 不要請這樣變成這樣齁 警察我覺得做得很好 就好 尊嚴啦 是 非常謝謝 一直都對我們警察的 這個關心與愛護與支持 其實這個 這部分也不用 都我們向上反應 現在我們警政署 其實 已經有形成這樣一個共識 積極的在跟上面 在做各方面的一些 一些爭取 那至於說 因為整個的我們司法制度的層面 我們司法制度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何去 這可能要從中央去立法 上面去做一個修改 甚至修法 那我們警察能做的 其實你剛剛講的無奈 也是我們警察很多的無奈 這個花了很大的力氣 好不容易抓到的一件案子 一個嫌犯 也許就是可能早上進來 我們 申訊了半天 進去 馬上出來了 馬上出來了 這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無奈 那當然這方面我們也在 藉由各種管道 在做這樣的一個反應 好 要是說 我們比方說 現在整個 要是說我們的 宜蘭縣的援警裡面 要是真的有這些 那些事情發生的話 我們有沒有聘警 幫他們爭取到訴訟的費用 有沒有 這部分我們目前在預算裡面 是沒有這筆費用 但是如果必要的話 我們可以在我們相關的 業務費裡面 做一些雲資 但是他的這個金額的多少 因為可能要看這個個案 個案而定 那這個 沒關係我跟你說 局長 對你現在的預算當中 沒有這個預算 萬一說在今年度的話 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你向縣政府這邊 爭取一點點 一萬也好 一萬也好 有這個科目裡面放進去 可以嗎 所以我們爭取看看 不行爭取看看 我們建議的 在議會我們建議的 是不是 這個是幫忙員警察訴訟費用 一萬這個顯示性就是說 我們也會增加我們員警的士氣 你告訴燕屋費 到時候你拿不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稀奇的 局長 要是說真的需要的話 我覺得 在整個 在今年度 明年度的預算 明年度的預算 我們九月開始編列 一定要提出這個預算出來 一萬塊也好 好不好 是 要是說 要是說 沒有這個預算 我沒有看到的話 我要有愧你 作為局長 對我們照顧的同仁 是 非常謝謝 郁柔哥 一定要放這個科目上去 會計是誰 這編列預算 我們會計組 有可能嗎 會不會爭取 我的主席處這邊 我會幫你們再說項 是 但是根據 預算編列的要點 這個部分 是不能夠 預估把它編進去 我說有這個科目就好了 你聽到嗎 一萬塊就好了 一塊也好啊 有這個科目 你就拿去再追加預算 你沒有的話 你很難做 後續的追加預算 你用業務費的話 我們不認同 局長你懂我的意思吧 了解 非常了解 謝謝 一定要編列下去 所以我照顧同仁 應該是 應該是 大家所認同的 請坐 局長請坐 我覺得 既然 基層援警 有一些新生出來 我覺得 他們才敢去做 有所作為 不然他覺得 我做一個開單 我只會開單 的一個援警 他想要說 我就是這樣 我很願意去做 可是頂頭人 不去自求 我覺得這是宣誓性的效果 對基層援警 叫這個打擊力 對基層援警的失去 會提到滿多 我再說一次 一般我們在宜蘭縣的援警 我認為大家都做得很好 可是 有的人就不一樣了 局長 這件事情你知道 對於 調度 當然基層援警 你們中階警官 去弄 調度 調到他 他心聲不滿 結果呢 像 檢舉 他說調到某個單位 他沒有這個單位 他沒有管理 結果 他想民眾提告 恭喜民眾檢舉他 害他才調離這個原單位 有沒有這種情形 局長 你知道嗎 是 我有聽講過這回事 但是這個可能當中的因果關係 並 應該不盡然如此 那為什麼提告你知道嗎 是 大概知道 詳細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情 什麼事 好像是因為這個 取締違規申訴的問題 取締違規申訴 後來呢 為什麼他會向那個民眾來提告呢 我問你不知道 我請 請那個 劉農分局 您請坐 副教授你怎麼解釋一下 我相信 大部分的 我們這邊的主管都不知道 你怎麼解釋一下 這是案例 你怎麼解釋一下 這是案例 不可能就在你 這個個案 說明清楚 報告一座 這個個案已經是 已經 移送到 移送到 這個地檢 他已經正式提告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榮我會後再跟您說明 因為 沒有啦在這裡 憲告憲告憲告 為什麼要提告呢 他為什麼提告民眾呢 什麼理由 他因為 覺得他的這個 名譽上面的受損 那他 為了他自己的權益 那 所以做了一個提告 那我們 跟他這個 正式提告 那我們只好 依照程序來說 沒有啦 你如果說清楚 他心生不滿嘛 他調理原單位 心生不滿嘛 所以說那是檢舉民眾 民眾 什麼檢舉啊 所以說向民眾提告 是不是這樣 這個不是 因為他那個 發生在駐地裡面的一個 跟民眾的一個口角 對啦 投票 那事後這個民眾到 我們二組來投訴 對 那我們這個同仁覺得 這個投訴的內容不是事實 不是事實嘛 是 那所以他針對這個 他針對這個部分 來做了一個提告 以上 好你請坐 杜超長你知道這樣嗎 好先到後 我知道這個案子 我知道這個案子 我也當局有去跟他們協調 他的那個 那個 我們自己同仁 對啊 你們同仁你為什麼協調不成 既然調理員單位 但是就沒有啊 為什麼他心聲不滿 又向檢舉的民眾 來提告呢 這樣對不對 我們也跟他說明了很多 他認為他自己的權益受到 有嗎 有受損了 你認為他有受損嗎 這個 不方便 那是他的 那個他本身的權益 好你請坐 謝謝 謝謝 你們在各個職位上面 你們都要知道 大部分的員工都很好啦 你們也總結情緣 有一種情形 我覺得也很納悶 我媽媽也很奇怪 那個民眾當初協調是我 是我本人 那現在是 欸 郭長啊 我們說實在 我也會怕 當時的牙齊 現在他對付不了我 他現在 當時的牙齊 出來把我拚了 那我現在怎麼辦 郭長啊 他還沒 他心聲不滿啊 這件事是 是我在協調的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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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他的民眾提告啊 他會對我怎麼樣 現在 我想 這個我們警察人員 也跟民眾一樣 這個 有自己 可以主張自己的權益 不是啦 他主張自己的權益 對啦 要是說他告不成的話 怎麼辦 局長 你要怎麼做 我問你 我想 他這個私人 這個跟公務沒有關係 怎麼會沒有關係呢 他是就他的私人的權益 可能他對你全部不滿 你把他調照的嘛 是不是 這個 個人的感情的部分 想法的部分 而且這個我們不需要再加以探註 對啦 我希望 局長對這事情 要加以 詳加處理 你不跟我說 一些我覺得他是 他有賠 我等一下來跟你說 他有賠 有賠就好 離職退休就好了 不要在這裡無敵無告 當時 這個 你的不定時炸彈 你放在裡面 局裡面 當時炸彈你就不知道 現在真的爆 我正在跟你預言嘛 下一次會怎麼去爆 我不知道 我是怕的 不會 他現在在怎麼放話 不會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怎麼 不會放話 他現在在羅東分局 羅東正在放話 放了很多話 都聽到耳朵裡面啦 是不是能夠 他私底下的議員再跟我這個 講得更明確清楚一點 因為 這部分我還並不是很了解 他都在外面 亂發發了 我剛才陳議員都有聽過了 我希望 對這件事 我現在不怕 我申請報復你們 沒有當時 申請隨父 可以嗎 這個 我們要試一下 我再跟你了解一下 好啦 我希望這件事 你處理清楚 沒有講錯啦 大部分的員警 大家都很好 我們說實在 就少是幾個 把你們目的目告 把我們宜蘭縣的員警 一個人這樣 不管風氣啦 撒飛啊 他就敢這樣把你摸了 局長 你要擔心這件事情 再來 在我們縣政府的那個 我們民意論壇裡面 那個現在我們網路 是哪個單位在負責的 資訊課 資訊課啊 你們去用習班 你知道嗎 請坐 請問一下議員是 民意論壇是怎麼樣 民意論壇這邊啊 每天有一個啊 有一個民眾叫什麼 琴喔 琴琴嗎 那個是誰啊 你知道嗎 民意論壇現在是由公關科 在做管理 民意論壇裡面 公關科 一座指責是我們全球資訊網裡面的 那個民意論壇 那個是我們公關科 我剛剛想到另外一個 我們那個 另外廣路的部分 那裡面有一個那個啊 那公關科再出來 公關科那個科長 請坐 你知道去 剛才說紅綠燈 什麼問題啊 他都學得很專業啊 那到底是什麼 有他 之前有提到好幾件 都是有關交通的部分 對啊 他是民眾 還是一些專業廠商 我們沒有正對他的身分去查證 只要他有把這個議題到我們這邊來 我們就會去了解 我們不會去了解他的身分 不是啦 我去看我稍微再看一下啦 就是說 現在紅綠燈 好意在我們在仙湖裡面 紅綠燈的管理規則 交通隊可能建立的蠻多的啦 就是說我們紅綠燈如果派他去 他馬上可以隨時反應 對我們仙湖 對我們那個交通也會有幫忙 是 可是呢 他也這麼厲害 你馬上裝上什麼東西 他說 這個東西是 哪個 哪個縣市的東西啊 有嗎 有跟你們指責嗎 有跟你們指證嗎 有這部分我們是 以請我們交通隊去處理 交通隊 你知道誰來 請坐 交通隊來 你知不知道這個檢舉人 這個承報人 不要說檢舉人 所以有關民意論團 有關交通號制的建議很多啦 建議很多 都是同一個人比較多嘛 還是你們裡面自己寫 還是你們裡面外包穿衫 還是什麼穿衫 可是我們都不曉得說是誰 陸陸續續都一直有 不是啊 都同一個人喔 所以我都不曉得是不是 是不是同一個 對嗎 你也去看 幫我一座補充一下 那 剛剛一座所提到這一件 是相同一個人 提出來好幾件的交通號制 至少20件以上吧 對 應該有 不只吧 我剛才廣告稍微看一下 是 是沒錯 可是我們 不知道他的 他的身份是 還有他的職業是什麼 是因為他有 我覺得我們要鼓勵 還是要請他很高分 對我們交通隊的 耗製的疑問 還是說他是一個廠商 他為了 標不到我們的生意 我不知道 你們去查一下 在整個被洗版 洗版的狀況 都看到他的名字 可是對好 有錯 我就不知道 你們交通局這邊 交通局這邊 交通局這邊 要去詳加了解 到底耗製是不是手援的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 他馬上知道 你們馬上裝修好 馬上裝修好 就說 這個系統是屬於 這個東西 應該是台中的 那個那個 紅綠燈的裝置 並不屬於我們宜蘭 他馬上可以給你指證 我也這麼厲害 請坐 我也這是額外化 我希望你們的管理系統 你要去了解 對於一個 每天在民意論壇這邊 對於交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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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瞭解 那個人 到底是什麼人 沒有請他來講 再來 局長 對於毒品的案件 我覺得 一直在判身 大家都很最關心 我們的那個 我們現在 整個現在 整個那個 治安的惡化 第一個 對毒品的案件 現在 現在的毒品案件 稀釋年齡 越來越降低 你有什麼策略 市長 好 警察 我想最重要的是 從教育層面來著手 我們警方 在查棄毒品 事實上那個 只是 治標 讓有一種 惡止 嚇阻的作用 那最重要的是 讓這個 教育這個青年學子 不要去輕易的 去接觸到毒品 這個真的要從教育方面來著手 因此呢 我們這個新政府的 包括 這個毒品 危害防治中心 還有教育處 我們在 都有定期的在開會 包括治安匯報 我們都有針對這部分 在做討論 從宣導 教育方面 來著手 當然警方的查棄呢 從這個 從這個 源頭部分 來加以查棄 避免他們 把這個黑手 伸到學校裡面去 我是說 從現在開始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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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只 是 是 是 出 啊 有 這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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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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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可不可以 致 大家的大家 看看 说说的 都一样 再来 在报告 包括包括 感谢观看 刚刚一言提到了这个患毒 少年队长 你管的是在18岁以下的吗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数据 都是在18岁以上的 患毒的人口 不管是吃还是卖 都在18岁以上 那18岁以下都没有 有吗 感谢吴远指导 刚刚一直问你所指数的这个事项 其实在我们最近这三年来来看 18岁以下的涉毒的案件 大概每一年应该都有 大概200到250个左右 集中在高中 国中还是国小 我在学生里面 我刚才我刚才讲是少年 那如果是学生的话 你所谓的少年 我刚才讲是18岁以下 那这些都是中错的 还是 那有的是国中毕业他没有读 这没有读书啦 对对 中错是国中以内才中错 对对对 然后国中毕业以后 那就不算中错 嗯 那在学的学生呢 在学的学生的话 一年大概102到105个之间 从这三年来看 你有去了解 这些学生是不是用逐年往上的时候 他越来越大趴 会这样吗 从这三年来看 从这三年的资料统计来看 倒是没有这个提示 都是差不多蛮平稳的 所以他往上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改啊 你没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源头 源头解决的话 我相信 包括一座 你讲的这个问题可能是 不在这里面 统计数就就不会在这个 不在这一个少年 那他们怎么拿到这些毒品的 当然这个就是从各方面都有啦 我们了解一下各方面都有 应该都是他们都是一般的 不是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 其实这些是国家的幼苗啦 怎么进到这里面去 一定会有东西带进 有人带进去 当然是有同学啦 或是说其他的朋友来介绍嘛 对啊 这里面有没有所谓 他在卖的这种行为 卖的话以我们了解 目前在我们所查系的 在未成年的部分有卖的 以最近来讲 今年有集合查到一个 是我有听说啦 是 这个就是说他用这个当作诱惑 他原先就是只算锡 锡 后来就是像你讲的 渐渐几次以后他自己就会卖 就有这个金钱 所以一方面间自己在吃 一方面间自己在卖 就等到减轻他的成本 大概是这样的 少年队 是 队长 你刚才这样讲好像很轻松 不是不是 这个少年独平的少年 你在警戒服务这么久了 警戒服务这么久了 今天邀长请你做少年队的队长 应该是用你的一些的 宝贵的你的警察的这种经历 我要请问你 是 假设我现在是少年的 吸毒的这些的朋友 那你认为要我从我身上 要去破坏这个最上头的 做到的 你要来破案 目前我们来讲就是有查到安全之后 就是从他本身的一个供述 或者是我们从他的通年里面 然后才向上来溯源 就是他都是跟谁来买 或者是说都卖给谁 或者说跟谁拿到这些东西 我们原则上就是从他的周遭 这些联系的电话里面来监听 来追查 那按照你这样子的流程 有没有破坏到 目前我们破坏到相当的多 看你的工作报告里面 我们一道事业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都是倍数成长 倍数倒是没有 这个我请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职情 奖金也没有关系 目前来讲我们查过这个案件没有奖金 没有奖金 那这个开华单的交通违规的有没有奖金 交通违规也是没有 我们这个大概 那哪一项有奖金 这主要是我们自己自己有一个年度的目标值 我们会定一个年度目标值 那是谁定的 通常一方面就是按照警政署的一个评比的一个 一个标准 然后我们自己再加码 再做一个目标 这些团队要让他来振奋这些的士气 但是基本工作还是要做的啊 您请坐 是 谢谢 老师跟郁多报告一下 我们有这个席事破案的奖金有 有别人这个预算 破案奖金是县长各方面的 我想说你们根据这个工作的职情 那我现在就是说 这部分是不是有请我们新井大队 讲队长跟您做个详细的说明 就是 你把书面 好 现在总是值钱 我们刚刚我所说的 我刚刚给你提醒的那些的 定检检查 还有零检 还有宜蘭县列为通缉的 人换有多少 还有戒毒的这种成功率有多少 还有就是说管区的 总共有800多个管区 这个姓名 你把它类测 这个一定要类测给我 给我跟吴言 是 我现在要补充一下 我们现在一刚我们的群区有414个 刚刚因为 所以我刚刚是讲错了 因为基因有点误差 实际上是414 好 局长你请坐 其实我们真的在少年 不管是没有读书的 或者是还在就学的 我们确实有 有点绩效出来 但是我们比较注意 比较在意的是什么 这些人 当他被发现了以后 学校知不知道 然后呢 你们也没有办法说 透过学校的协助 帮忙 让这些的小朋友 在学校里面 不会是一个种子 局长 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你这样的话 一个 我们如果能够让他遏止他 让他以后不再有 这个西主的行为的话 他势必 就不会再往外 旁生出去了 这些人数也就会锐减了 所以真的 我们的做 我们作为 并不是说 我给你埋头 苦干你去做 这些警员 慢慢打拼去找 其实我们可以 透过很多的关系 包括学校的学务处 辅导室 他们都可以来 帮忙做协助 帮忙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 我近年 我碰了一个学生 他说是安慰他命 从他的行为表现上 你就可以感觉这个小孩子 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在教室里面就是猛睡 就是这样子啊 后来在他书报里面 真的找到了 但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 你平常警察同仁 没有办法做这样子 很深入的去了解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你们能够 在减轻你们的 这一个 人力的状况之下呢 能够把这些问题 然后透过别人 其他单位的协助 能够把这问题解决 那这样的话呢 出了社会以后 他在这个 这个毒品上面 他也就不会再有 这样的一个 一个 再去吸食了 局长 我希望我们跟教育处 这边来做合作 是社会处那边做合作 好不好 好 好了 两分钟 好 谢谢 我们还有三位同仁 我给您征求您的意见 因为我们后面 联络人的部分 先让他们回去 好不好 好 没意见 好 那后面联络人 都可以先下班 您大家辛苦 好 我们继续打招 好 继续 我们邀请 沈德茂议员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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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议长 主席 毕市长 建造协会 局长 和分局局长 和丹尉 我的同仁 我想你这边有几个走 我们走 做事要跟 今天这边做一个 可能共栽一个 也好 让您了解一下 这总是有需要 首先我想要 想要说 是说 你一台二山 更要公路 你五个堂 你五个堂 你这个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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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水路 有边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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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有一台 你的警察车 也没牌 也没牌 那个等于是 汇汽车 差不多你那些 都放有三四年 四五年都有 三四年都有 那你警察 如果要 赫紫 这边庄 也没关系 车也没开 太紧 你要赫紫 这个也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按照你车 如果没有白 上面那一个 最红蓝的东西还存在 应该这个都要拔掉了吧 包括颜色 不知道什么 都没了 那汇气车应该拿掉 为什么你们的汇气车 都还放在那里 那汇气车是谁买走了 或者局长你要去了解一下 如果没有那部车子 就要拉掉 那影响交通 那边路边 那边也是路边 路边也是属于 这一个 搬车道的部分 包括这个 夹落车 或者机车 都可以走的道路 有一部你们的车子 都放那么久 我希望 会好啊 赶快处理掉 我希望赶快处理掉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是这个 你女帮啊 女帮这个 地帮 我想 赶快处有人 也认为我说过 你的女帮的地帮 人家从厂商出来的重量 不管你是分开 蹭的 整个都在一起蹭的 这直接 只有一个 就在你女帮 那个位 只有女帮 那位 就会操纵 别的地方都不会操纵 奇怪 女帮那边不会操纵 就是 不是 就是在女帮那边操纵 包括人家过基隆 也不会操纵 奇怪 女帮这一个 地帮有没有问题 我是发现 可能地帮有问题 或者你们这警察 有没有人来动手脚 我听说 你们里面的一个警察 只要有到那个地方 就有 其中就会有一个警察 就特别搞怪 特别会找人家麻烦 我现在不要点名 换走了 再来 就会产生 又产生一个 特别要去找人家麻烦的人 好奇怪 那一个女帮 那时候地理环境 地理可能有问题 是不是那个地理 地理败 或是 地理都要出一个妖魔鬼怪的人 专门在找人民麻烦的人 我也不晓得 人家所有报团都没有看 都没有问题 他就是 扭没问题 也要给他扭到有问题 才会给你走 是 这一万 一万多块 就要担担担担担 才会给你走 这一句话 是不是没有管理好 还是怎么样子 有时候跟交通队长来反应 大家都说会处理 可是 也没办法处理得完不完 还是存在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 如果我的感受是地盘问题 地盘可能你们的当人是什么 动手脚 那也不好 如果真的去动手脚 那就是伪造 有伪造文書 或者破坏公物 这有两种 伪造和破坏公物 这个不好 机长我想你下去 亲自去了解地盘 重新测试看 我想这个你不要你回答 第三个 就是说 这个拔轿 这个拔轿 你们这里面 我拔轿捏到这样 比较捏到 捏到什么 捏到四个人 一周三百多岁 两三百岁 那种 那种都走不下去 真正赌博你抓不到 真正是少年 你这个职业赌场 或者是影响人家生计的那种赌场 如果我感受是你都捏不到 那真奇怪 那抓不到 我前几 前一段时间才又处理了一件 真的有很无奈 真无奈 那种人在打电话的恐怖 有时候真的很恐怖 那 那种想法就是 整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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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鸡鸡都会抓到没办法 事实上 里面是怎么赌博 会造成这么欠钱 欠那么厉害 而且欠钱以后 在解决的时候 还可以打个折 欠钱还有打折吗 前一段时间还要拿折 还要再打折 表示这个赌博 本身的特质有问题 所以啊 局长 我想给你打护也可以啦 可是你打也是跟那些一样 你会加强查气 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最怕的是 我们的警察的轰迹不好 坐在里面 坐在这里的人 包括每个 我跟你讲都战战兢兢了 因为怕闹鬼嘛 怕媒体出去以后 怕官圈 没有多地方生 你也会去谨慎 因为跟议会连在一起 那这些基层的这些同仁 他没有连在一起 他根本就 管理那么多 有机会就 能绑就绑 是不是 这都现胸 有我们不知道 有我们也不能揣测 只是我们希望 加强一些教育 然后加强你的管区里面 行事里面 多多去改善 像我那时候就有讲到 像程鑫那一个 叫林王鑫那一个 那个案我就发现处理得还不错 一个抓走了 想要再去处理第二个 因为磕药 磕得太太 没有人支援 也没有人送他送医 我有去网问那些居民 没人还送医 因为那些被抓去 没人都给他抓去 那些医生网 结果他最后死在家里面 那个点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破掉了 所以说这个抓这个是太重要了 科独 独播 这个太重要了 我想应该是加强 加强来努力 这个也不要你答户了 我讲出来这几个要是 了解我们这要怎么做 你们心里都有数 第四个 现在来抓酒策的这个问题 很多 我们的乡亲 那种做苦力的 就是那些 乡亲 这个吃麻烦了 他也是有点心疼 耍了 就喝一杯 喝一杯 他不知道 保利达逼 他里面的含酒量是有百分之五 他不知道 所以他每一次到了 今天的体力 明天的体力 就由今天来什么 储存 广告都是这样子 这个广告有没有问题 我们不晓得 可是很多的这个 就是这一些乡亲 他就 喝一杯 有时候我问他说 你是怎么想喝 那里有酒 那里有酒 说过就这样说 不然有酒 所以我就喝下去 结果我们这一些 近年在 在追 对这一个 有喝酒的 我们都没有意见 酒策我们都支持 结果他讲 我在网友 就说这样 就我们警察照策 照油酒精 照开罚单 这个 这个问题的产生 就 这个公司 行号 他们有问题啊 我们警察 到底有没有重视到这个 说 你这个广告 竟然没有问题 那人民在用这个东西 相对也没有酒啊 为什么撤起来有酒 表示这个公司有问题 警察要不要去 去查气 警察要不要跟卫生单位 食品单位 去做处理 我是认为是需要 所以这一部分 我想要请局长 你对这个 喝倒立拿逼以后 被酒测到有酒测 你的看法 要怎么处理 会比较能够照顾到人民 兼法律的执行 这一面 你可不可以搜搜看 好 谢谢医员的关心 好 那针对我们 我们与警察人员 取缔这个酒后驾车 其实就针对他 有没有酒精含量 至于说 他是喝了什么 吃了什么 有酒精含量的东西 那个其实是 不是 并不是我们要去探究的 但是呢 你所说的 因为像我们有时候 在常常取缔到酒后驾车的民众 他说我是喝了 吃了加母鸭 等等之类的东西 那如果说像喝了威士比 因为据我了解 第一个 他的 这个 他上面应该是有标示 相关的酒精的浓度 然后呢 这个像喝了 这样的东西 照规定来讲 他是不应该在零售店能够贩卖的 他是应该要在药局里面才能够贩卖的 所以说 但是他的广告等等这些 我想这是一个卫生单位 他们要加以管理 加以稽查 那因为我也大概私底下跟这个 卫生局也大概做了了解 他们会针对 如果零售店 一般的杂货店 贩卖威士比的部分 他们会去做稽查 那个是 如果有贩卖的话 那是违反规定的 只有药局才能够卖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 社会大众 我们在吃 吃什么或喝什么的时候 自己要有这样一个紧急运行 不只是威士比 让其他很多相关的这种饮料 有含酒精的饮料 我们民众在喝的时候 可能要看清楚一下 他的这个相关的成分 好 局长你请坐 我想这些地方我想要 请主席帮我列入会议记录 要让你们去处理 我现在公开检举 公开检举 这个保利打批广告不实 广告不实 广告不实 因为他没有讲出 他的广告里面 没有酒精藏在里面 没有广告 没有特别去提示 虽然他的酒瓶里面有标示 可是他广告没有标示 表示他有不实的广告 这个广告 是不是由警察局 是不是里面来执行这个业务 我现在姑且不可以谈这个单位 但是警察也有执行 我直接跟你检举 我公开检举 他广告不实 请你警察局去做查证 跟去做处理 请列入会议记录 请他们去处理 时间就由你们查好处理好 跟我回报就好了 好 现在以上时间送给你们 好 谢谢 好 继续我们邀请 黄世琴一言 主席局处长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那个警察局在这边 我们要代表叶兰兴 还是要感谢你们 不过在任何时刻 远景的尊严 请大家共同维护 任何一个人都一样 可能在职务上 我们会很执着 或者是很坚持 但是我想对人格 或者是对人的直接攻击 我觉得你们是要回应的了 我这边再问一下 那个我们校园安全 因为我们之前的割喉案 我们的宜兰医院好几个相集案 我们隐性精神科的可能病患 我们可能有吸食毒品 或其他犯罪行为的人 请问这些人不只是 我们校园安全 对宜兰医院 请问相关单位如何维护 可能要尽快告诉 答得快一点 谢谢 好 简单 是 协议有关系 因为您刚刚的问题是 其实很包罗外向 那我想针对 好 没关系 那您就私底下 给我那个相关的报告 也希望你们做到 你们谈的报告 您请坐 这边我们有发现 那个宜兰县 宜兰县在强制性交方面 人数应该不只这样子 是不是因为报了案 所以才有这些数字 那如何去处理 这也请那个相关单位私底下 给我相关的答案 因为目前青少年很多很多 因为我的案子就不只30件 所以我不晓得说 101 102 103 只有20几30件 这蛮特殊的 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报案 所以没有 那还有就是那个 嗯 这边针对那个我们 104年宜兰县的民调 治安满意度82.4 实际上我不知道 我觉得 我不是很满意这个答案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 像暴力取材 恐吓取材 这个在宜兰县 尤其是恐吓取材 竟然是零 但是我就发现有 而且是知名人士恐吓取材 为什么是零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数据还是有问题 这是那个我在你们网站抓下来的 那针对那个 赌博也是一样 在犯 是不是就同样那些人 因为我曾经在几个公园里面 那个 乌尼桑 乌巴桑在赌博 被抓到了 永远就有大家讨论说 没我们死的人 我们在那边 没我们在那边 那很不幸 常常就是那几个人 那我就说 不管是赌博 不管是毒品案 在犯率虽然很高 是不是 常常都是那些人 那我需要这个数据 你不要给我名字 不要给我基本资料 但是我要知道 是不是 同样都是那一批人 只是这个年限一直在轮流 谢谢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也是建议那个局长 我们任何一个民众在报案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都是专人处理 专案专人处理 那万一那个人请假了 万一那个人不在了 万一他调离宜兰县 或其他乡镇的时候 请问这个职务代理人 我们很像都没有发现 那甚至案子就不见了 这个程序或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是应该有 甚至职务代理人 只要你记录写得清楚 任何一个人来接着案子 是没有问题 就像在医院的交互病房 随时在病情变化 但是他的职务代理人 或接下来只要我记录清楚 我都知道 我要交班清楚 我都知道 上一个人他交了什么东西给我 我想医院都可以做到 警察局觉得做得到 所以专人专案处理 是不是也可以在某些时候 有职务代理人 而且至少他要写清楚 写得很清楚 给下一个人知道 我之前做过什么 或我什么东西没有追踪到 那请局长这个务必 那个主席列入记录 那还有就是那个校园内接收 接受那个帮派 目前有极大的状况 有扩大 有扩边 那我不晓得这个是哪一个单位在处置 请你给我 目前你们收集到相关资料 那您怎么处理 简单就好 好 请答复 校园帮派的部分 是我们少年队来在主席 没关系 就请他简单答复 那怎么处理 请少年队这边说明一下 好 请陈队长 有关校园这个部分 在我们现在看起来 最近我所接触到的 就是有宜蘭市有两个国中 有些生有打架斗后的情形 至于说帮派的部分 看起来还没有说很明显的 好 没关系 我请你真正去查 曾经做过老大的人 身边带了一群小孩 又吸收那个未成年的孩子 甚至在打篮球中 也可以轻轻的威胁恐吓 他们都会回家讲 人家就来跟我们投诉 所以我希望真正下去查 有 只是我不希望你们怎么查 你请坐 那那个 我们的家暴法 恐怖情人条款上路 请问在警察局 有没有什么压力 局长 请答 这个没有压力 我们都可以按照规定来 真的吗 没有问题 你们可以三个月拜访一次 你们可以送达保护力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提供被害人保护措施 随时 常常 要看什么样的 要提供到什么样的保护 所以我希望 对 这个条款因为很多援警在谈 是有压力的 那请你去思考看看如何去协助 案子不见得会很多 万一有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这种相关的协助 因为这个增加你们很大的警力 那你们有那么多人吗 那您请坐 那我们的局长很用心 因为我们援警不足 所以他希望偏乡的派出所 尽量收起来或共同在某个地方 那我曾经建议局长就说 因为偏乡才真正需要 因为你有一个保护的点在那边 大家会怕 那假如说有其他人力问题 你要调度 那我罗东正 我想我们罗东分局长在现场 罗东正 土地很小 那需要到三个所吗 那既然您说人力资源不足 那我们弄成两个所以内 是不是这样人力就可以共同分享 然后我们的所属范围或者权限 其实可以平均再平均分配 在罗东正 我觉得说只要需要执行 我罗东正应该可以先执行 三变二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域规划 你也知道也是很稠密嘛 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议这样 就是说偏乡它还是警察派出所 还是有它的功能存在 虽然有守望相处 那是不是我们罗东正 我不晓得宜蘭市是怎么样 罗东正我们的空间真的是全国最小的 那需要用到三所吗 那第二个 因为你开罗所还在乘租 那个钱可以省下来 好 那局长 那个列入记录 请局长再思考看看 谢谢 好 列入记录 好 还是有赌场 还是有上千万的进账 好 那网路赌博一次都是五十一百万以上 然后弄得家破人亡 弄得他的那个家庭的人 共同要负担这些 请问我们怎么去抓 那也请那个事后书面给我 那这边还有个就是说 这全国性资料是少年的刑医犯 12到18岁在毒品方面是越来越增加 犯案率也增加 那也请警察局 你不用站起来 不好意思 你坐一下 就说把相关预防措施可能做到的 真的要突破传统 你用传统再给我那些讯息 只是告诉我说 你可能要这样做 但是效果不好 因为它一直在增加 那最后就是那个 我们交通的满力度 顺畅度在我们的问卷是五十一点六 那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不满意了 那就是说 除了我们的宜蘭县的地形之外 道路之外 那我们一直在建议就是说 我们的GPS 引导到罗东正是经过苍前路 或中山路 那因为我们就已经很很小 那个地方全部都塞车 是不是有相关单位 因为我们讲了三 应该讲了五六年了 都一直没有启动 如何去请交通单位帮忙 跟政公所互相互相沟通 看看GPS怎么去引诱他们 在我们外环道路 因为这个管道 我问了很多单位 到目前没有给我答复 也没有给我很好的答案 至少目前是停字中 好 那最后就是那个 这边 要建议 我们目前的那个车货量 是算蛮多的 那在外线是有个 有个单位 他们是针对那个白天 汽机车 开放那个车头灯 那有可以降低5.9%的那个车祸 车祸造势率 所以是不是在宜蘭县 我们也建议 我们在宜蘭县 白天尤其是大货车 至少白天要全天开放 好 然后其他单位是不是也 也模拟做做看 假如说我们真的车祸造势率降低的话 我相信也是大家的德政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尊严很重要 谢谢 这样就好了 OK 好来 好来 谢谢 谢谢黄素晴议员 所以我们现在21号林志宏议员 台湾主席 我们局长各 队长科长 大家辛苦 有高学要来请举手 我们教掌很辛苦 执行一整天下来 教授会要打两把 简单说建议案 本来要问很多问题 现在都把它浓缩成建议案 我想 警察也是人 安全 生命都是无价的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很多案件 新闻案件 其实对警察都相当的不公平 包含用枪时机 或者是说像前 前天那个情侣吵架去报案 结果又反而又被这个情侣咬了一口 那个也是知名人士 说什么泄密 搞得大家这样子 那个压力都很大 那加上我们勤务多 人力少 各位在座的都是长自备的 我想基层的远景压力也更大 那这边我都用建议的方式来 来做相关的一个说明 比如说这个像用枪时机的一个情侣这个教育 因为我想第一线都是最危险的 那其实你也不知道车子里面 你像桃园那个案子 桃园那个小妹妹被那个毒犯 这样子真的我们看了 眼眶都会泛红 那那个警察也很自责 然后隔天又在内府又有个案子 那当然后来那个有去投案 所以我想在警察在如何先保护自己 我们也是一个人命 基层的远景在外面冲锋 现在真的怎么保护自己 这需要各位长官 对我们基层的远景多加的关心关怀 本席在这边来拜托大家 对基层远景的关心照照顾 因为我想高局长率领 我们这个警察局团队 都很用心为宜兰在服务 那当然有些偶发事件 那个夫妻吵架难免 我想有些案件偶发事件 那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来做一些预防 好那我这边来简单提一下 像我想警局现在做相关的便民服务 提升警察形象很用心 我想也像我们严敏派物所的所长跟同仁 看到这个弱势家庭能够提供一些协助 主动协助我想对我们警察的一个正面的形象 还有包含我们分局上次新闻也都有报答 有蛮多案件的 那这边有几点建议 比如说这个公文送达书 那我想当然这是机密不能拆封 但是有民众跟我陈琴 明明就都知道我户籍地跟居住地 户籍地找不到人 那当然就请派出所代收嘛 那代收明明就知道是谁 都没有通知 也没有或者说委托给里长 我想这公文送达书不是我们警察的业务 但是因为大家惯例 那个我们邮差就是拜托我们派出所来协助 那因为这样子导致侧民众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民事案件 结果变成通缉犯 他六十几岁了 为了这件事情分分不平 我想这个部分 像我们在做相关亲民的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请我们辖区的这些派出所 其实基本上是举手指导 反而他听了其他的人 可能对我们警察负面的一个批评 啊这个警察可能吃案 所以跳过去不要给你通知 所以害你去派人通知 那当然他真的是个民事案件 所以他这个民众反而 我猜我 甚至有些有参加警友会 或者说做派出所的顾问什么的 这个我想内部我们在做情勤交易 可以再做相关的协调 那另外昨天的新闻 我想宜兰现检查局没有在新闻里面 就是我们的急诊员警的制服 那相关的资料 相关的资料 我不晓得 因为没办法问了 我们想说像这样子 能不能这些 警署五千块的费用 那怎么样的一个使用 那因为你是不肖厂商 这样导致也变成不白之冤 像这事发地点是在台南 也不白之冤 所以说我们相关的夜管单位 能够做好这个 相关的招标工作或什么的 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再来 毒品的刑责 我想大家都很积极在查 查气毒品 好那我去年也有建议 我们警局这边 网上报警署报 来做要求中央来修法 那我这边也 借由今天这个场所也请 比如三四级毒品 它的行则太低 那让我们基层员警很辛苦抓到了 但是又被这些青少年给给下 那我前脚一脚就没事了 那我们是不是建议来修法 那有我想议员 一岸县议员一定都很乐意帮大家来提案 要求中央政府来正式三四级毒品 基层员警很辛苦抓到了 但是没办法 他还是反而更泛滥 因为有些家长疼小孩子 就已经变成前脚一脚就没事了 不希望有什么行则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可以来加重行则 也请这个我们警局这边提供相关资料给本席 那我们可以来作为议会的一个提案 建请相关单位来办理 然后再来 关于刚刚提到的警察职权行使法 我想这也是基层员警的一些权益 我想在请教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请各位长官对我们基层员警 这个部分来做说明 第一个要把握自己 那当然我们是人民的保姆 先把握自己之后才有办法去做相关工作 那有些修正的法案 我个人我看了会吓一跳 这好像 因为或许都是因为过去对我们警察的一些负面的一个科版印象 所以反而变成限制的警察的直选行使 你不当的行使 还要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好像比烟毒犯还要 那个判者还要 那个刑者还要重 我想这个是比较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公平比例原则来做 我想局长未来有机会高升 这个也要帮我们基层员警跟中央来反应 再来交通会堪的通知 我想交通队 有我知道 包含昨天的宜兰分局的训练 其实也都没有通知到我们所有的议员 其他分局也是一样 麻烦交通会堪务必通知里长 通知里长 在地的里长 连里长都不知道 交通号是装了设置之后 被人家骂得要死 你们里长没做事 你们这些朋友代表 议员代表 这样都不知道 给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 我们希望交通专业 交给交通专业来做规划设计 但是至少让我们有 能够去参与 大家能够互相体调 再来校园安全之后 依然我是后备宪兵 我们有一个邪情队 然后还有很多 我知道有些疫警 地方的巡守队 都主动加入 这个学校的一个安全 上下课的一个巡逻 也都主动加入 我希望说 我们相关其他夜管单位 能够对这个部分 做相关的调查 警力有限 名利无限 有这么多热心的 我们的这个资源 后勤部队要来协助 我希望大家善用这些名利 而不是让他们无所适从 我得到讯息是这样子 当然包含一些 他们需要一些经费的话 我想也可以列入这个奖励 相关团体巡守队的这个年度奖励 因为我们这个有编列相关的一个奖励金 也作为这个评分的一个参考 再来我想外思科 我想在立则龙德工业区的这个 大家都反应得很激烈 我想把相关的外劳聚集的热点 还有可能的犯罪形态 能不能把这几年的相关资料 还有我们透过哪些人翻译 也提供一份资料给我 然后再来 我们的这个 靶场的场地 训练 训练科的 可不可以把相关靶场 我们这几年的训练成果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靶场 刚刚其实黄德明有跟我讲了 是不是把我们训练的成绩 整个统计表大概也一份给我 然后再来公务车 大家行驶 其实我们车站都很老旧了 那其实也在外面 执行当中难免会发生状况 我不晓晓我们 有没有投保任意险 因为我们常常在处理条件 黄义琪议员和黄书琪议员 我们这都常常在处理条件 我不晓晓我们公务车有没有任意险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是开车的两口无事 还是说我们有任意险 这个保险做相关的理赔 我想这个也给你们作为内部 照顾基层远景的一些参考 再来最后 魏明陈晴安 好了 用这个 我不晓晓宜 宜兰县的这个 酒册的标准作业流程是怎样 那我们乡亲在台北 我想我有跟公安科反应过 在台北发生的状况是 没有用新的管 也没有录影 然后这个人他下班 九点多内科 内湖科学园区下班 就被警察拦检 然后警察就叫他说要酒册 那跟我刚刚讲的这个 警察直选行使法 其实都相关了 这个我目前也拜托台北市医院在处理 结果他吹气是0.2 扣车嘛 他没有公安危险 但是现场扣车 但是他马上搭进车车 去抽血检验 那个检验只是趋近于零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标准的作业程序 我想我接触过的 我们警察同仁的标准程序 依然现在应该都蛮标准的 我们希望不要这样子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 导致于说 你们很辛苦 结果又被栽赃 我想这个做酒册 也是为了维护大家安全 好 谢谢 好 谢谢林志宏医院 这样你老大了 你最后的 10分钟就知道 拜托 主席 那个局处长 那个这是我们南昌社区 跟国华 特别拜托我 就是那个 他们请陈静春 那个组长协助很多 我刚才不记得 我又早上来说 要把这个事情转达 那也告知 因为他们正在看网络 谢谢 主席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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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各位同志 董事长 董事长 你说起来 你都没记录 自你来之后 你都没有记录 所有人都没有记录 所有发生的案件 也要报报记录 不要这么多文 那也不要这么多事情 常常全国新闻都看似疑疑疑疑 所以今天是 我去台北人问 你們藝人很青 現在電腦中新聞 其實說的 這來講起來 也不是你做成的啦 但是 你這是 準你講的 紀錄者 過去 我昨天五個議員 接孫也沒有看過這麼老實 定期三十個也不滿 以前高崑會來加的是 今天的接孫 再去開始 學長要關於經濟室 開火 結果 人會發覺是 有辦法把這些議員參加 結果那個學長 說我們一載去就好 學長放他去 包括 現在 副議長當時也做議員 他也都在中 所以說這就是 怎麼說 建設局 公關做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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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這樣嘛 我們這麼多人要來接孫 要來賣 這就是公關做不夠 公關你不能一直扣公關室 公關室 辣容有限嘛 真的要有相關跟議員 直接的人是在哪裡 因為我上次會就跟你們建議過了 是你們 政策隊的隊長 過去人叫做 行事組長 對不對 因為議員 常常要去跟他們 關心案件種種 會常常跟他們相處 結果 像這個公關問題 希望你 要讓他們這些人到處 國分局都有啊 對嗎 他都會有機會跟議員指摘啊 對嗎 這個問題來講起來 我會記得 我上次建議之後 我們的大家 分局長 他既然對他就去交代 交代他們的 這個政策隊的隊長 要下去加強這個公關的方面 所以說局長你一定這些工作 你一定要下去做 你不能一直扣公關室 因為公關室來到公室 他也沒有錢啊 假如說有一個事情 拜託他去的地方發動 他是到生日下 直接他沒有發動 自己採管說 要怎麼跟他打牌照 但是 政策隊長他有錢 分局長有錢 議員要去拜託 要溝通一下 要去關心 多少他會做一個民主 這個問題 我是希望你一定 要來做 來做這個問題 沒有 你說起來 你也很好 每條的事情 發生這麼多 都有破 包括我去找不到 不是你去找找 是新免去找找 你知道嗎 請王公去的 對不對 分局長也自己去找 找不到 對不對 結果有時候 我才叫你去 那天 我才叫分局長 你去佛祖廟拜拜 也沒有佛祖 到關心 真的去穿 不知道要去找多久 結果 都有找到 所以這個問題 來講起來 我是覺得說 究竟你有當時 身邊留在拜託 宜蘭光 我會比較平安 比較沒有這些事情 不然是說的 你是屬於親操煩 你今天有人問你 你來這裡有快樂嗎 要是有快樂 煩到要死也要有快樂 就像你說 一個案子沒辦法 你不敢對 你們家 發財時 太太在家裡等 你不可以回家 分局長也是一樣 你怎麼會快樂 你都亂不說話 哪有快樂 那很沒快樂 很煩 來這裡做很驚 還剛才事情很多 哪有快樂 對吧 這我們要老實說 包括見 有的議員幫你問 所以啊 宜蘭光有 七夕道庁嗎 你就說有 七夕道庁的標準 怎麼說標準 七夕道庁 黑白說嘛 你來去問我就好了 都要去問檢察 因為現在都不用 怎麼說 他沒辦法幫 第一點大家錢 沒有錢 現在真的幫忙 已經都電主的幫忙 電主的都幫忙 對嗎 網路的幫忙 有的要去幫的人 人要去黑門幫 三人要在這裡幫就好了 對嗎 所以說 所以說 這來說 這是雞工的 你說有這夕道庁 有這夕道庁 你問五個分教長 有還是沒有 你就說 事實 也是沒有啦 第一點 怎麼說 現在社會 已經金字塔神了 管理人 人家有錢 人家沒有去幫 沒錢 沒錢 現在你都沒去去捏 你沒去去 哪裏 包括我 有時候我有錢 就沒辦法幫 我告訴你 對不對 你幫我聽一下 你有當時的事 你要用這樣乾脆的回答 他才會清楚 因為我這樣說 黃蘇草他把什麼 真的就叫 你叫他去說 他把什麼叫 要把什麼 把什麼叫 他送這條叫 他會叫 不一定他會叫 你聽到嗎 對不對 所以說有當時 你不用這樣 你一定在想 對 去我們觀察看 可能有七夕套庭 其實有七夕套庭 有沒有 七夕套庭的標準 是什麼 都七夕套庭 對不對 這個他知道 這個青菜 看不清楚就看不清楚 會對 屬於是沒有七夕套庭 所以說你一定會知道 因為我跟你說 因為大家 都坐很久了 我本來 都要說二十分 剛才上頭 還有很多人 拜託 有時候很多地方 我舒服 我這麼說不聽 不要再在那裡 因為你們有的 坐了也太累了 不然我是很多地方 跟他講 這樣 我來講阿祖 這樣就好 我二十分都沒講 你站在這裡坐坐 我二十分話說 好嗎 你站在這裡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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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這裡坐 我站在這裡坐 好啦 你等一下這樣說 好啦 大家辛苦了 感謝大家 明天早上九點繼續專案報告 今天感謝局長 和所有出席的所有主管 感謝大家 我們議長辛苦 在這裡到處才有辦法帶來走 我還要多一點點 謝謝 三位